这些王子们竟在上课时 津津有味地看着春宫图 台上的老师阐述着 行方姿势和频率 顿时让不安适适的王子们修红了脸 这正是王子们的宝金客 防止王子沉迷女色 为何要增设一门宝金客呢 原来在几日前的夜里 一个女人坐着轿子 闯进青楼抓人 从衣着和首饰都可以看出 她身份非凡 此人便是当今中殿娘娘 她要抓的人是她那不成器的 儿子们之一 这个儿子沉迷女色 可让她操碎了心 抓住人之后 终殿连夜带着儿子回宫 麻烦是一桩接一桩 当解决完这边又有新情况 第二天便是王上和大飞 亲临宗学的日子 唯独终殿有两个儿子迟迟不见人影 他一大早跑去找人 果然一个还在睡懒觉 另一个仍不知所踪 终殿把赖床的叫起来 连拖带拽 一路狂奔地送去上学 还好在王上和大飞到达的同时 把人送到 终殿扫拾座位 发现自己的次子没有到场 在众人行完礼坐下 王上提出一个问题 几位王子从各个角度 给出了优秀的回答 王上很满意 就在此时 终殿的次子城南大军匆匆赶来 让其他嫔妃看了笑话 终殿内心气愤不已 但也只能强惹怒气 维持终殿的形象 中学结束后 各位嫔妃向中殿和大飞娘娘请安 大飞却唯独拦下黄贵人 请她一起喝茶 黄贵人生下了王上的长男 易胜君 易胜君为人聪颖 在宗学表现优异 他们母子俩在暗中受到大飞青睐 转头 大飞又给中殿使眼色 暗讽她交出了不成器的儿子们 她的孩子不是上课走神 就是迟到 不然就是能力不突出 这话中殿就不爱听了 宗学只不过是给王子们传授学问素养的教育机构罢了 真正的领袖都出身于世奖院 中殿如此有体气 是因为她还有个优秀的儿子 也就是当今世子 接着中殿去了趟世奖院 世子在世奖院一直表现突出 从未拿过低分 听到老师们的夸奖 中殿这才稍稍欣慰一些 一天下来受的气在这一刻严消云散 中殿把今日在宗学发生的事情告诉世子 其他儿子们不成器 她并不生气 因为她心知这几个孩子将来不会做官 中殿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但别人都说他们是王上的污点 这些闲言顺语让中殿倍感难过 世子安慰母亲 几个弟弟们比想象中要懂事 正说着世子突然晕了过去 离开中学后几位王子打了起来 一圣君提到中殿 被城南大军揍了一顿 大妃突然出现 叫停了即将开始的争斗 大妃让黄桂仁先带义圣君离开 下令让城南大军等原地下跪受罚 接着命人去传仗中殿 而此时中殿守在世子的并榻前 并未前往映照 义圣君跟着黄桂仁回去后 遭到打小腿的惩罚 黄桂仁斥责他 不该在背后指责别人 他指出儿子样样不如世子 唯一胜过世子的就是他的长子身份 黄桂仁话令有话地对他说 唯有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有机会抢走哪个位置 与此同时 玉衣为世子诊断后 认为他得了血虚绝 先前已有一位世子是因此病去世 世子得病已经一年多 因为血气虚弱随时会晕过去 害怕中殿担心 所以一直瞒着他 玉衣表示 可以找赵玉衣问问 赵玉衣是当年为太人世子治疗的医师 但要联系上赵玉衣必须要通过王上 中殿连夜求见王上 被告知王上已救起 中殿看到店门口女人的鞋子 便明白一切 她没有打扰转身离开 大飞一直没有等到中殿到来 便主动来兴师问罪 传告他城南大军打了一圣军 闻言中殿又心急火凉去找儿子们 孩子们此刻还跪在雨中受罚 中殿也无暇他过 当即将他们遣散 让他们各自回自己的寝殿 解决了孩子们的问题 中殿又回到世子身旁陪伴 从天黑到天明 连袜子沾满屋子也无暇顾及 一早嫔妃们来向中殿请安 今日还多了为新面孔 昨日出城圣恩的嫖女子 但是按照规定 宫女成恩后必须要生下王子 才开始有位阶 所以她暂时的身份只能是特别上宫 嫔妃中也分为两派 一派是通货正式责简进入宫中 一派是宫女出身 两派人分座两边 正式嫔妃看不上宫女们出身低微 宫女们又嘲讽对面的嫔妃人老朱皇 最后还是要中殿出来主持大局 中殿告诉各位 黑世子一同在世奖院上课的侍童 被派遣出使他国 要从宗学中选拔一位侍童 机会难得各位嫔妃们都卯足了进 想让自己儿子好好表现 有个嫔妃提前 当年大妃把当时身为数字的王上推上王位 当时的竞争比现在激烈多了 大妃说不定有什么秘诀 说吧 大家一哄而散 都暗戳戳地想找大妃取经 几位嫔妃们回去后 都各自准备了后礼前去参见大妃 几个人在大妃殿前下路相逢 但有人比他们到得更早 那便是太昭蓉 太昭蓉向大妃询问秘诀 大妃指出太昭蓉这样直白 会显得被有居心 大妃看破不说破 给了太昭蓉一本书 要想打造帝王 光靠小聪明是不够的 这条路很漫长 而所有的秘诀和细节都在这本书里 其实秘诀根本不止一本 大妃给每个有希望的嫔妃 都准备了一本 并且让他们以为 只有自己拿到秘诀 这样嫔妃们就会效忠于大妃 北边 中殿向王上提出请求 让赵玉依来为世子治疗 但赵玉依现在不在宫中 在大妃的提议下 王上刚把她派出宫去 除此之外 中殿还得知 从中学选拔士童 也是大妃的提议 中殿疑惑 先派赵玉依出宫 再提出选拔士童 大妃肯定在计划上吗 接着中殿又听说 大妃给了太昭蓉 一本有关培养王的秘籍 中殿越想越不对 就在此时 下人来报 大妃突然到访 已经发现了 晕厥的世子 大妃看着兵重的世子 关心孙子的话 一句都没有 反而问中殿 万一世子离世 世子吃味空缺 中殿的几个儿子中 没有适合当世子的人选 到时候该怎么办 大妃并不关心 孙子们的安危 她更在乎的是 自己儿子的江山 而她一直以来 之所以能容忍中殿 不过是因为 中殿是世子的母亲 大妃的话 如无形的巨蛇 压在中殿心中 她问身边的宫女 当时太人世子病逝 她的母妃 隐亡后 也一并被罢黜 作为世子的王上 登上王位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宫女当时是 大妃身边的人 她知道一些内情 但不愿多说 只告诉中殿 大妃为了殿下 什么都做得出来 夜里中殿悄悄来到宫外 冒着雨 拜访出宫隐居的 尹王后 尹王后为了自保 不愿和中殿 过多接触 中殿扔掉雨伞 直接向尹王后跪下 她眼里含泪 说自己遇到了 和当年尹王后 一样的处境 如今她是个 走投无路的母亲 她害怕自己 守不住世子 守不住其他王子们 所以特来询问尹王后 如果回到过去 尹王后会如何应对当年的情况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尹王后回忆着 当年众人都说 太人世子是因为血须绝而死 但她并不相信 因为御医曾说过 太人世子的病已经痊愈 尹王后认定 儿子的死另有隐情 更令她疑惑的是 当时好像所有人都料到了 太人世子会死 儿子死后 尹王后的父亲被诬陷谋反 尹王后被废 这些事情借点发生 一气呵成 让人很难不怀疑背后真相 尹王后告诫终殿 必须要位于绸缪 就算自己想安分手挤 无意争夺王位 但在有些人眼中 他们活着就是一种错误 如果时间能重来 她一定不会像当初那么软弱 就算拼死 也要守护自己的孩子 听着尹王后的诉说 终殿联想到自己的未来 早已泪如雨下 此时在宫里 大妃找到皇贵人 当年王上还是世子时 原本已经内定了皇贵人为世子妃 但因为先王想要牵制外戚 选择了无权无视的中殿 成为世子妃 皇贵人当了普通的妃子 大妃一直觉得对皇贵人有所亏欠 但皇贵人却豁达地表示 一切都过去了 这次世童选择 这次世童选择 大妃一直在等皇贵人 来找自己取得成为王的秘籍 但皇贵人从未出现 皇贵人表态 义圣君不适合做世童 于是大妃打开天窗说亮话 想把义圣君推上王位 回去后 皇贵人劝义圣君去参加选择 成为世童后 就能陪同世子前往世讲院听课 趁此机会向王上证明自己 把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拿回来 而世子昏迷数日之后终于醒来 中殿松了一口气 命令御医去寻找 当年太任世子的诊治记录 接着中殿把几个儿子召集起来 打算让他们都去参加世童选择 中殿向来雷厉风行 态度强硬 于是宫女劝他 这次不如转换态度 好言相劝 免得引起儿子们反感 于是中殿一番常态 难得温柔地起来 但这番模样反而让儿子们不适应 于是中殿还没伪装多久 就原形毕录 让儿子们都去参加选拔 但孩子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中殿一番两股用心 儿子们根本领会不到 中殿感到无可奈何 他也不能把世子患病的事情 告诉儿子们 几个兄弟感情深厚 中殿担心他们知道 事情后会坐不住 反而引人注意 让人知道世子的病情 中殿思虑再三 决定先在四位王子中 选择一位最有潜力的重点培养 于是中殿见步如飞 去找敏大人 远处的义圣君看到交集的中殿 在背后诋毁他 毫无中殿气质 城南大军听到对方在背后 交舌根 上前斥着 义圣君对宫人们极不尊重 认为他们只是卑微的下人而已 等他以后成了王 会把这些贬为树人的兄弟们 全部杀光 城南大军忍无可忍 再次动手 他警告义圣君 不要觊觎哥哥的王位 不然他绝不心慈手软 中殿找到敏大人 询问儿子们的学习情况 但敏大人对几位王子的评价并不好 别说有潜力了 他们就连几个线都达不到 尤其是城南大军和弟弟小患 如果再旷课几次 估计就要被宗学出名了 中殿十分意外 城南大军自有白学习 可小患在他心目中 一直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 中殿去找小患问清楚 正巧看到小患独自一人 沿着宫墙往一个地方走去 中殿悄悄跟在后面 看到小患消失在一处荒废的宫舍 中殿往里走去 通过窗户头盔 却被看到的景象吓得魂飞迫散 中殿落荒而逃 逃到一处人际海志的偏殿内绝望的哭泣 等几何时 中殿遇到伤心是谁 也会躲到这里偷偷地哭 诺大的宫殿竟然找不到一个 可供他释放情绪的栖身之处 唯有这个狭窄又偏僻的地方 能让他放声大哭一场 宫女找不到终殿 才想他躲到了这里 果然在此处找到了 手足无措的终殿 在终殿逃走后 好奇的宫女也看到了里面的景象 很快到了士童选拔的日子 王子们纷纷前来报名 世子叫来城南大军 世子的孩子已经到了 火蹦乱跳的年纪 看着延续的小生命 世子不禁想到 自己和城南大军的小时候 那时他出宫去接城南大军 城南大军听说 对方是自己的哥哥 第一句话便问 哥 你会打架吗 城南大军在宫外西村 生活的这段时间 因为没有哥哥在身边 总是被同龄孩子欺负 他把世子拉过去 给自己撑腰 但世子也不善打架 最后被打得比血之流 兄弟俩的情意 就这样结下了 世子现在想起来 还是觉得 那时候是人生中 最快乐的时光 世子希望他以后 也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 好好教育他 这话听起来 好像是在告别 城南大军觉得有些奇怪 接着 世子又提出请求 希望城南大军 能来自己身边当侍童 于是城南大军 在报名即将结束的时候 重建中学 赞上了报名 中天得知 所有孩子都报了名 吃的是欣慰 这场没有消音的战争 拉开了帷幕 各位母妃们 都卯足了劲 给儿子们补习功课 就连留笔写了 也要坚持学习 另一边 御医查到 资料中只留下了 太人世子 因血虚绝 逝世这一条记录 当年连医院发生过火灾 所有记录都被烧毁 当时火灾中 不少人丧生 剩下的人 也都纷纷离工 赵御医是目前 仅剩的痴情者 充电怎么想 都觉得可疑 他想找当时负责 治疗太人世子的 御医刘大人 但刘大人 已经下落不明 要找到他并不容易 接着 终电又把儿子们 交到一起 带着他们学习 终电已经把厚厚的资料 提前画好重点 甚至还有模拟考题 孩子们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他们母妃准备的 撒克后 小焕又去了废弃宫殿 一位后宫 打听到小焕 时常出入隐秘之处 一位终电 给小焕请了老师 他想打探 这位老师是谁 于是悄悄跟了过去 但是他并没有看到 预想中 小焕埋头苦毒的样子 而是令他震惊百倍的画面 小焕竟在废弃宫殿中 身着女装 为自己描眉画目 转过头来 一副妖媚的样子 吓傻了偷偷观看的后宫妃子 他慌忙去评告大飞 大飞听后却异常镇定 再三确认 他是否坚持刚才所说的一切 文言高贵人的态度少有迟疑 大飞严厉警告他 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 就敢乱说 见大飞发脾气 老贵人不敢再多言 同时也明白了大飞的态度 大飞让他忘记这件事 以心照顾好孩子便是 到了侍童初选这天 世子发病突然晕倒 终电翻看他这一年来的日志 发现世子把自己昏厥的日期 时长等都详细记录在册 从记录来看 世子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 如今三四天就会晕倒一次 昏迷的时间却逐渐变长 不巧的是宫中此时不知为何 传出流言称世子病危 如若世子此刻再不醒来 恐怕流言会欲言欲裂 终电当机立断 取消世子接下来的所有日程 一心只等世子醒来 不久之后世子醒来 一清醒他便想出发去世奖院 终电拦住了他 终电知道世子身为王储 背负了弹子 异常沉重 但终电还是希望儿子以自己的身体为重 考试开始了 网上分别出了一道数学和文学题 题目并不简单 王子们抓耳脑塞不得其解 义胜君那边也提前与乐卷老师们串通 在考卷中写下共注两个字作为标记 老师看到这两个字 就知道是义胜君的答卷 从而给他打高分 最后初选结果放榜 义胜君成南大军 小焕和太昭容的儿子 四位王子通过了初试 初选结束后 终电去见王上 称关于世子有话要说 王上打算遣散大臣们 但终电让大臣们留下 此事有关世子 理应让诸位大臣知晓 终电表示 世子一直受皮肤病困扰 为了预防病情恶化 他建议让世子去泡温泉修养 刚好最近世奖院的老师们 忙于势头卷拔 无暇顾及世子的学业 眼下是世子离宫休养的好时机 就这样 世子在前呼后拥中启程了 众人亲眼看着世子的轿子离宫 但其实世子根本没走 终电将它藏在宫里之辆 解决完这桩危机 终电才有时间来到小焕的秘密基地 终电看着这些女士服装 腌制水粉 想象着小焕在这里 对镜梳妆的样子 心情极度复杂 终电担心此时会败露 必须要拦着小焕再来这里 于是她想到一个办法 让小焕和城南大军 近日都待在一起 为富士学习 出世结束后 大飞召见太昭荣 说起她的儿子阿宝 在出世中拿了第一名 并且暗示她 阿宝有可能笑到最后 被选为侍童 太昭荣喜出望外 同时心里也很清楚 她没有可靠的娘家 无法为阿宝提供助理 最终被选上的概率不大 大飞放话 只要太昭荣答应 之前和自己的承诺 她就可以帮助阿宝 这次大飞重提 太昭荣依旧毫不犹豫地 表达了自己的忠心 另一边 中殿想找当年 为太人世子治疗的 御医刘大人 但却打听到 刘大人早已死亡 这也意味着 所有知道当年 太人世子一世的人 都已死去 中殿的贴身宫女 身上宫 原来是大飞身边的人 大飞靠她 来获取中殿的情报 世子立功休养 大飞就来身上宫问话 身上宫说出事情 其实世子仍在宫内 但当大飞问她 世子病情如何时 身上宫却没有说实话 她回答 世子情况正在好转 专心治疗的话 半个月就能恢复 大飞紧接着询问 今日宫里流传着一些 关于小患的不雅传闻 身上宫假装不知情 身上宫回去后 联盟通知中殿 大飞应该已经知晓了 小患的秘密 就在这时代大飞召见中殿 她故意把中殿和王上凑到一起 让夫妻俩陪着自己 在宫里散步 大飞故意不按常理出牌 迟疑要换条散步路线 眼看大飞要去往的是 小患的秘密基地 身上宫匆忙去找小患 提知小患外出散步 于是她连忙去找中殿 假托宴会筹备出了问题 把中殿叫走 大飞和王上来到小患的秘密基地 此时这里已被大火包围 工人们焦急地灭着火 小患在这里留下的所有证据 被复制一具 至此之后 中殿和大飞之间的战争 也随之开始 大飞扬言不让小患的丑闻 人尽皆知 小患看到秘密基地被烧 火扑灭后 她再次走进殿内 看着曾经真爱的一切 如今都变成了灰烬 不禁悲从中来 小患突然想起 前几日在这里时 似乎听到店外传来动静 她猜测可能有人 发现了自己的秘密 小患立马找到灭火的工人 询问他们 这个地方如此偏僻 他们为何会第一时间 得到失火的消息 工人回忆 好像是中宫殿的上宫 前来报信 小患这才明白 火灾竟是母亲所为 她质问母亲 明明发现了自己的真实面貌 却选择毁灭一切 这对她来说太过残忍 中殿回答 自己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保护小患 但小患却觉得 母亲分明是认为自己丢脸 见儿子误会 中殿带小患去了一个地方 她在那里为小患 变好了一套女装和朱差 还叫来一位画师 小患换上女装 画师为她画了一幅肖像 中殿和身上宫在外等候 走到这一步 中殿也很无奈 但她试着感受小患的心情 在小患发现自己与常人不同 十分钟爱女装时 内心肯定也很彷徨无措 身为母亲 她没办法对此视而不见 中殿吃下一颗糖果 又递给身上宫一颗 今天要不是身上宫 告诉自己有一条捷径 她也来不及去放火 身上宫吃下糖 正式成为了中殿的人 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 画作完成 小患看着画中的自己 感慨万分 中殿寻寻善幼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个不一样的自己 这个自己 或许不能被旁人接受 也无法展现在他人面前 但无论何时 小患想再看看真实的自己 就打开这幅画 直到小患的命名后 中殿一时手足无措 但从没有埋怨过小患 不管小患是何种面貌 都是她的宝贝儿子 说完 中殿拿出母亲真爱的簪子 她原本打算赠予未来的女儿 如今她把簪子送给了小患 母子俩重归于好 小患的心结也被解开 回去的路上天下大雨 母子俩并肩而行 中殿撑着伞 将伞向小患那边倾斜 身上被雨水淋湿 中殿为了保护 由女装批的儿子小患 将她的秘密基地 一把火烧光 城南大军也发现了 火在了端倪 大火刚起的时候 她分明看到 母后从事发点出来 于是城南大军 连夜跑到中宫殿 想找母亲问个清楚 却意外发现了 藏身此处的柿子 事已至此 中殿只好告诉她实情 柿子患了血须绝 和太人柿子一样的病 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今日放火烧光 也是为了保护小患 城南大军想知道 当年把自己放在宫外长大 是否也是母亲 为了保护自己 做出的最佳选择 中殿坦言 当年一生下城南大军 她就被抢走了 那时的中殿太年轻 以为只有母子分离 才能让城南大军活命 小患得到了自己的女装画像 将画像藏了起来 这成为了只有她和母亲两个人知道的秘密 经此事后 小患决定退出士童选拔 这也是中殿的意思 她希望城南大军加倍努力 背负着自己和母亲的希望继续前行 第二日城南大军悄悄来到宫外 找宫外的外事通 给了对方一大笔钱 寻找可以医治血须绝的医师 中殿听说赵大人回宫了 本想请对方为世子治疗 但转念一想 当年和太人世子有关的宫人们 不是隐退就是离世 唯独赵大人好发无伤 反而节节高升 这背后肯定有问题 中殿不敢把世子交到赵大人手中 朝廷上王上和群臣商议复事流程和评分标准 世子官们各执一词 其中还有人和王上意见相左 争执不下 王上颇有些恼怒 自己作为王 竟连这点决定权都没有 王上此番言行 让世子官们感到不满 为首的正是黄贵人的父亲黄大人 他对王上颇有微词 王上恐怕真的忘了 自己是怎么坐上王座的 接着黄大人去找大飞 大人在二十年前就有来往 当时还只是贵人的大飞找到这位黄大人 请他帮忙运作 等世子遭遇不测之后 按照择贤的标准选拔下一任世子 没有他的话 当年王上恐怕登不上王位 二十年后 黄大人再次和大飞面对面 黄大人知道这次大飞 选世童的目的没那么简单 既然二十年前他帮助过大飞 这次也该轮到大飞助他以臂之力 黄大人想要的就是大飞尽全力去支持益胜军 到了复世当天 益胜军在黄大人的帮助下 已经提前拿到了提库 黄大人压对了考题 题目和眼下在窝棚村正流行的新型瘟疫有关 为了防止瘟疫扩散 窝棚村已被隔离管控许久 王上让各位王子各述几件 说说应对策略 几位王子发表意见 城南大军和益胜军争风相对 益胜军提议要斩草除根 不如直接放火焚烧 反正窝棚村里本身就是一些来历不明的移民 不足为息 城南大军指责他过于冷血无情 却被其他大人们说过于意气用事 城南大军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 正确的做法是正视这场疾病 对民众进行治疗和救济 才能彻底阻止纷乱与不安 这番发言让王上十分满意 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服事一结束 城南大军就偷溜出宫找其他兄弟们会合 游完一番后 城南大军来见万事通 万事通已经打听过了 血续绝不是寻常小毛病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大夫 那人名叫土地先生 人在窝棚村里 于是城南大军想办法潜入窝棚村 找到土地先生 土地先生忙着救治病人 一开始不愿意搭理城南大军 但看在城南大军态度诚恳 便看了药房同时提醒城南大军 务必要让病人停止针灸治疗 病人本就血气虚弱 再进行针灸只会血上加霜 土地先生拿走了城南大军身上碎物的钱 当作医药费 让他去指定的药房抓药即可 但城南大军到了药房才知道 药费需额外支付 药房里的人见怪不怪 城南大军可不是第一个被忽悠的人 其实土地先生并不是贪财之人 他骗走城南大军的钱 最后都用来支付村民的药费 药店里的人也都知情 并帮他保守着这个秘密 城南大军无可奈何 但他此刻身无分文 无法支付药费 这时一位小姐出手搭救 小姐拿出母亲留给她的东西作为抵押 帮城南大军付了药费 城南大军感激不尽 约定好时日后一定会来还钱 这位小姐是冰曹判书家的女儿 正值适婚年龄 聪明伶俐 坚信幸福要靠自己追求来 她看城南大军长相俊朗 便对她产生了兴趣 耍了点小心机 她故意说帮城南大军抵押的东西 是母亲留下的 让城南大军误会是母亲的遗物 其实小姐的母亲尚在人世 活得好好的 城南大军带着土地先生开的药鬼宫 负责为世子治疗的御医十分惶恐 不敢使用来自宫外的药房 城南大军百般劝说无果 只能先让御医暂停针灸 富士的考试结果出来了 阿宝和易胜君各拿了四票 并列第一 结合初世成绩 最终当选的是太昭炉的儿子阿宝 黄大人不满结果 质问大飞为何没有按照约定行事 大飞表示 他完全有能力 让所有人投票给易胜君 但如果易胜君通过走后门的方式 成为嗤同 王上不会对他有好印象 通过这次世通选拔的结果 大飞想让王上明白 敌出王子不一定比输出王子优秀 转头大飞又把中殿叫来 通过这次世通选拔 想必中殿也能看出 有多少人虎视眈眈 世子的位置 如果世子病危的消息传出去 恐怕又是一场腥风血雨 事已至此 中殿只能决定冒险仪式 城南大军带回来的方子 不久之后世子飞生产 宫里无数双眼睛盯着世子 有没有按时回来 揣测着世子是否真的病危 就在谣言思起的时候 世子以健康的身姿及时出现 平息了所有留言 中殿心情大好 把儿子们叫到自己宫中 大家久违地聚在一起用膳 尽享天伦之乐 中殿环顾自己的孩子们 感受到满满的幸福 夜晚世子问城南大军 当年自己去宫外找他 为何城南大军一次都没有询问 有关父母的事情 城南大军回想起 那是他独自住在窝棚村 过着如草民般的生活 偶尔会有个女人跑来村里 一看到自己就泪流不齿 或许从那时候起 他就已经知道了 这个哭泣的女人 就是自己的母亲 世子回归世奖院 阿宝作为侍童陪伴在左右 就在一切回归原位 中殿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世子突发恶极 口吐鲜血 倒了下去 在场的中殿第一时间 上前抱住自己心爱的儿子 王上终于得知真相 世子原来得了血虚绝 而且患病已久 前段时间根本没有出宫休养 而是一直在宫内养病 王上立即下令 将原来的负责御医 关入大牢 任命之后 由赵大人为世子治疗 而中殿被软禁 任何人未经允许 不得探视世子 包括中殿在内 世子病重的消息 在宫里不禁而走 各方人马心怀鬼胎 尤其是听说 世子患的是 与当年太人世子一样的疾病 嫔妃们都忍不住猜想 世子去世后 会由谁来继位 中殿此时顾不得这些 他连身上的血迹都没擦 连夜抄写经书 为世子祈福 天一亮 他就把世子宫里的上山 传来问话 他叮嘱上山 千万不能让赵大人 和世子单独待在一起 不光是赵大人 任何人都不可以 世子病重 黄桂仁和父亲连夜商业 必须要把废出世子意识 提上议程 眼下正是绝佳的时机 夜里宫里突然起火 此举是城南大军所为 他设计直开守卫 潜入中殿宫中 隔着一道门 城南大军问母亲 世子突然病重 是否是自己带回来的药材所致 中殿安慰而在 这并不是他的错 希望城南大军千万不要自责 至于他带回外来药物进宫一事 更加不能泄露出去 转头城南大军去找狱中的御医 御医回答那副药本身没有问题 但不能排除是这药害的世子 因为同样的药材 在不同时间和不同人身上 会展现出不一样的药效 城南大军前脚刚离开 后脚又有人来到御医面前 大飞授意他人 逼问御医 他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御医无奈之下 只能说出了中殿的名字 是中殿下令 让世子躲在宫中 由御医偷偷医治 城南大军去找窝棚村的江湖郎中 土地先生 他想知道对方到底的药方里 动了什么手脚 城南大军这才如实相告 他兄长便是当今王储 听到这里 土地先生突然说了一句因果报应 他还试着打听 目前在为世子治疗的御医是谁 但被城南大军无情打断 最后土地先生只能告诉城南大军 自己不过是看了一记方子 从未亲自给世子治疗过 他也帮不了城南大军 中殿再次将世子身边的上善传来问话 他想知道世子近况如何 有没有停止吐血 这不过是他身为母亲 最简单质朴的愿望罢了 但上善却无法满足他 无奈之下 中殿只好动用了在宫里安插的眼线 中殿的人遍布宫里的角落 他放话出去 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人留在世子身边 绝不能让世子和赵大人独处 就这样 从近身服侍世子的工人开始 消息层层向外传递 终于到了中殿手中 中殿得知世子已经停止吐血 但仍未恢复清醒 除此之外 大王和大妃似乎也有动静 黄大人找到兵盘引大奸 到他起头提出废除世子 之后黄大人会煽动责贤的风向 兵盘反问黄大人 等把世子拉下台 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大臣回答 兵盘的女儿将成为世子贫 文言两人一拍即合 兵盘之女正是前几日 在窝棚村对城南大军 以见钟情的小姐 兵盘有两个女儿 其中这位尹小姐 让她伤透了脑筋 失婚年龄不思婚嫁 一心只想找个 模样俊朗的如意郎君 第二日朝堂上 兵盘上书提出废除王储 这时黄大人突然跳出唱反调 认为此事为时上早 无需急于一时 接着双方在朝堂上吵了起来 最后被王上严厉呵斥 方才作罢 下朝后 兵盘询问黄大人 为何突然变卦 黄大人叫兵盘不要太天真 他故意这样做 就是为了巩固 王上的反对之意 如果他刚才不唱反调 说不定王上 为那集指定一名王子 黄大人一脸老谋深算的样子 现在战争才刚刚开始 终殿被困已久 不想再做一代币 他穿上宫女的衣服 偷留出宫 找到尹王后询问 当时尹王后称 他人世子绝不是死于血须绝 眼下世子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终殿希望尹王后能持点名录 但尹王后却笑了 当今王上曾篡夺王位 整个朝中的大臣 通过踩折他儿子们的尸体 才换来了如今的地位 他恨透了宫中人 甚至想看到世子撒手人寰 文言终殿答应尹王后 有朝一日会帮他查明真相 他一片赤诚尹王后最终松口了 但他有个条件 如果日后他有事情就帮助 请终殿务必答应 得到终殿的承诺 尹王后这才说出当年情形 太人世子离世前从未吐血 但是身上出现了很多不明的伤痕 和如今世子的情况不同 尹王后知道 太人世子肯定是被人杀害 而且他还知道凶手是大妃 因为大妃曾亲口对他承认过 终殿听到震静无比 如今看来当初群臣提议择贤 扶持王上上位 也都是权谋斗争的结果 当初群臣结党对先王加以胁迫 先王没有办法只能顺从 此时此刻 宫内正在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众大臣跪在殿外 恳请王上废出世子 王上不同意 大妃献身殿内 告诉王上 他斗不过这些大臣们的 王上是庶主 是靠着这些大臣才成为王 没有这些大臣们的支持 他守不住王位 他不仅仅是世子的父亲 更是要以大局为重的王 那非让他自己掂量 是要保一个世子 还是要群臣的忠心 就在此时 中殿迈着英勇的步伐走到殿前 他独自一人直面中大臣 质问他们 世子何罪之友为何要废除他 群臣嘴里说着为了江山涉解 却做着逼迫君王的强盗般的行为 黄大人反过来质问中殿 他明明是在禁足 竟然违抗旨意私自离开宫殿 王上出面表示 自己已经收回了旨意 是他允许中殿出来 中殿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想法 王上在众大臣面前郑重宣布 以后不许再提罢免世子 不然一律实为谋反 而此时 世子身边的工人突然来报 世子刚才短暂地清醒了一下 想要见中殿 世子恐怕时日无多 请中殿立即去一趟 中殿立刻跑去世子的住处 他仿佛预感到什么 不久前世子醒过一次 那时世子曾让中殿答应自己 等他死后会守护好弟弟们和世孙 中殿不愿接受 世子可能即将离自己而去的事实 没有当即答应他 但没想到一个迟疑 错过的便是永远 中殿再也没法 禁止对世子说出自己的回答了 中殿和王上匆忙感觉 等待他们的是已经停止了呼吸的世子 王上留下心痛的泪水 中殿痛哭着把世子揽入怀中 在心中默念着给出承诺 他一定会代替世子 守护好子子孙孙们 世子红视 中殿茶饭不思 陷入无尽悲痛 王上担心他的身体情况 每晚都来中殿宫外守着 看到中殿屋内的灯熄灭 才安心离开 世子刚走 大臣们又在朝堂上 议论另立世子 为首的黄大人负责调查世子吃死 他把御医抓起来严心拷打 逼问御医 世子死之前为何会吐血 试图把调查方向引向 世子是被毒死的 朝堂上的风声传到后宫 大妃又在诸位王子聚会上放话 只要是贤民能干的王子 都有机会成为王储 这下整个后宫都纯准欲动起来 黄大人那边开始行动 想要说服王上采取择贤的方式 必须要逼退中殿 于是大臣想了一招 在宫里散播谣言 称世子其实是被中殿所杀 理由是如果世子在病逝前就被罢处 那世尊便无法继位 因此要提前断了世子的命 越是听起来离谱的谣言 越是能快速传播 没多久消息便在工人间传开了 在世子死后 城南大军一蹶不振 把自己关了起来 中殿召集儿子们 无有城南大军没来 中殿教育几位王子 王储之位未必会传给世尊 王子们也有公平竞争的权利 以前世子还在时 中殿从来没有按严格的王储标准 要求过其他儿子们 但今时普通往日 儿子们必须要振作起来 证明他们几人 也有能力担起世子之位 教育完孩子们 中殿去找城南大军 城南大军因为兄长之死陷入绝望 请求母亲批准自己出宫 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看到儿子颓废的样子 中殿告诫他 当年世子躲上自己的位置 不惜冲撞长辈 才将城南大军从宫外带回 如今他却轻易地想要放弃 离开这里 中殿希望城南大军好好想一想 世子离世后 还留下了子女和弟弟们 他是否应该抛下这些人 逃离到宫外 中殿回宫时 放到世子平抱着孩子匆忙跑来 世子平称有人要害世孙 贴身的保姆上宫给世孙嫁多 保姆上宫觉得很冤枉 在中殿面前解释 世子平刚生产不久 世子又突然离世 他承受不住打击 患上了妄想症 中殿严厉呵斥他 叫遥世子平 下令把世子平接回自己身边宰住 并将此事调查到底 但经过调查 保姆上宫并无下毒嫌疑 可能真的是世子平多虑了 转天中殿身边的身上宫 突然被黄大人抓了起来 被逼问是否给世子下毒 中殿及时赶到 就下身上宫 黄大人话里有话地告诉中殿 他涉嫌毒害世子 要对中殿进行调查 中殿问心无愧 如果要查他奉陪到底 中殿心里清楚 黄大人真正的目标 其实是自己 中殿并不害怕他调查 唯一担忧的是 使用外来药材仪式 如果被查出来 黄大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此时太昭隆恰好来给中殿送药 无意间听到了药材仪式 关于中殿毒杀世子的传闻 在宫里愈演愈烈 黄贵人内心渐渐产生不安 他私底下悄悄出宫找到黄大人 希望他不要再查下去 原来黄贵人曾买通御医 给世子下药 他起初只是想让世子病情加重 无意杀害他 谁知世子竟然就这么死了 事已至此 黄大人打算先把御医处理掉 但黄贵人竟然为御医求情 饶他一命 黄贵人在父亲面前为御医担保 称他绝对可靠 但黄贵人没有告诉父亲实情 在御医为自己把脉时 他和御医早已有过亲密接触 与此同时 中殿将御医带到自己面前审问 御医再三保证 世子就是因为血须绝而死 别无他淫 中殿便让他将服用外来药物一事保密 王子们之间也开始明争暗斗 城南大军经过一段时间的颓丧 终于回归宗旋 一回来 义圣君就没给他好脸色 故意冷嘲热讽 两人争辩一番 阿宝帮城南大军说了句话 指出了义圣君话里的一处错误 便被义圣君盯上了 义圣君侮辱阿宝 不过是被剑的下人之子 说把拔剑护向阿宝 命令他向自己下跪求饶 阿宝不愿 义圣君便挥起自己的剑 城南大军上前阻止 义圣君又把所有怒气 撒到城南大军身上 来人打了起来 最后义圣君不敌城南大军 被对方推倒在地 剑刃指着他的脖子 此时父子经过叫停两人 夫子把城南大军单独叫走 惩罚他每天放学后 留下来背书 城南大军欣然答应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才出学浅 城南大军请求夫子 能不能留下来 陪自己答疑解惑 文言夫子露出了欣慰的想 中殿开始用一套四神修炼法 磨炼儿子们的意志 这是历来只传给中殿的王室教育法 几位王子被迫进入冰水之中 冻得瑟瑟发抖 抱在一起取暖 夜晚一个手上留有疤痕的宫女 向大飞报告 中殿曾悄悄见过引王后 大飞想起多年前 他的孩子 也就是当今王上当上了世子 他看中黄贵人当世子平 但却没有如愿 先王警告他不要再插手此事 他不是中殿 只是生下世子的女人罢了 在他的儿子成为世子的那一刻 就已经是中殿的孩子 与他无关 文言大飞心中充满怨恨 另一边 太昭荣动了让阿宝夺敌的想法 但阿宝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机会 他的母亲没有可靠的娘家做靠山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世子 同为数字 他和易胜君等人的地位也是完全不同 太昭荣不禁开始思考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助阿宝一臂之力 为了帮助儿子 太昭荣连夜拜访兵盼 请兵盼成为阿宝的靠山 并要求他即刻作出回答 若兵盼答应了 太昭荣会送他一份大礼 是有关中宫殿的情报 太昭荣带来的情报 便是中殿私自使用了宫外药材 不久之后 兵盼一封集信 将此事传到了黄大人那边 黄大人得知后 立即提神御医 并将王上中殿和大妃都请了过来 黄大人指出 御医给世子使用了外来药材 并且还找来了证人 证人便是和御医共同服侍过世子的宫人 有了宫人的证词 黄大人将世子的死因 归咎到外来药材上 并将矛头指指中殿 御医能在中宫殿 公然使用外来药材 必然是受到了中殿的庇护 中殿指出 黄大人根本不是在查真相 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 捏造事实 中殿反倒怀疑 是有人杀害世子并诬陷自己 毕竟王世子猝死 也不是第一回了 中殿这番话指向了大妃 两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大妃走到中殿面前 表示已经知道 中殿去见过隐王后 到了明日 如果中殿再不招任 大妃就会把他 词会隐王后的事情揭发出来 如今情况紧急 但不管全魔斗争 让中殿多么焦头烂额 只要一看到世孙 他立马身在一夜 中殿亲自品尝食物之后 为世孙吃下 中殿看到世孙正在画画 画中保姆上宫 手里拿着一根针 对着世孙的腿 世孙说 这是他和保姆上宫之间的秘密 此时中殿再回头看向 方才为世孙吃过食物的银勺 已然变黑 中殿立刻对孩子进行急救 向世孙吐出食物 有人在世孙的食物里下药 于是中殿手拿长针 逼问保姆上宫 中殿质问他 受了谁的指使 保姆上宫无可奉告 因为上宫家人的生命 掌握在主食手中 母后主食十分可怕 就算是中殿 也无法与之为敌 说完上宫选择了死亡 线索就这样断了 中殿来到膳房大发脾气 兵力手下人仔细搜查 找到毒物 经历过下毒和放火后 世子平求见中殿 希望中殿放他和孩子出宫 宫里危机重重 他只是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女人 手无腹肌之力的他 只想保护好孩子 唯一的办法就是出宫 为了出宫 世子平不惜用自己的性命相逼 中殿见他这般模样 十分失望 他教育世子平 作为母亲 绝不能将刀刃对着自己 如果换作是中殿面对这种情况 他肯定会用这股气魄来斗争 誓死保护孩子们 中殿面临危机的同时 大飞也步步紧逼 要求王上也谋害世子之明 废掉中殿 除此之外 还要采纳则贤的建议 如果王上不同意 他会动用自己的力量来废除中殿 大飞提醒王上 他能坐上王的位置 都是自己帮他争来的 当初王上只是个王子 怀着满腔野心 对世子之位虎视眈眈 于是大飞才出手帮助他 解决了太人世子 大飞刚走 城南大军来到父王面前 坦白是刺激把外部药材带进宫中 他向王上担保 药材绝对没有问题 但口说无凭 城南大军需要证明 不是这副药害死了世子 最后在城南大军的坚持下 王上同意让他出面 并以王的名义对他下令 目标查清楚 世子死亡的原因 不是因为外来药材 大飞召见深上宫 询问他是否有对自己隐瞒 大飞指的是 中殿出宫私会引王后一帅 深上宫装傻 成了不知大飞言下何意 立即被赏了两个耳光 大飞质问他是不是换主人了 深上宫表示 自己帮大飞跑腿做事 是为了报答大飞的恩情 他的主人一直是中殿 大飞警告深上宫进去 暂且放过了他 深上宫出门之后 在门口偷听一会儿 听到大飞说 暂不打算将中殿私会引王后一事 在审讯时公之于众 深上宫回去后向中殿回报 中殿早已料到 大飞不会轻举妄动 如果大飞在公开场合提起引王后 恐怕会牵连出 当年他设计害死太人世子一事 这一步棋对于大飞来说 过于冒险 夜里中殿出宫去往监狱 黄大人猜测 今晚中殿会来找御医 于是提前等在这里 将中殿拦下 但其实 中殿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来见御医 遭到阻拦后 中殿便离开了 而黄贵人正在和御医私会 他温柔抚摸着御医的脸庞 请他再坚持一下 第二日 城南大军出宫寻找土地先生 来到窝棚村 听说土地先生前些日子已经离开了 而中殿那边派去调查的侍卫带回消息 皇母上宫是由黄大人引荐入宫 在大飞殿此后果 也照顾过其他后宫的王子 一时难以确定幕后主使 至于下毒 没有发现后续线索 转头第二场审讯态事 宫中一官称 就是外部药材害死了世子 黄大人质问御医 是谁把这副药材交给他的 御医供出了中殿 中殿坚称 世子的死和药材无关 但他的声音在黄大人和医官们的联手下 显得格外微弱 不过中殿也没有乱了阵脚 他声称这副药也是别人给他的 至于那人是谁 中殿指向了世子瓶 皇上立即派人去搜世子瓶的宫殿 果然找到了外来药材 世子瓶觉得很冤枉 因为世子患有皮肤病 他确实常常给世子煎药 但药都来自宫中 药房肯定会有记录 但查证之后 药房并未留下任何相关记录 世子瓶惊慌起来 质问中殿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 中殿一脸无奈的表情 说自己也是别无选择 中殿突然指控世子瓶 这一招让黄大人始疗未及 黄大人认为 他肯定是为了守住中殿之位 无奈之下才出此下策 眼下他们还不能放松 黄大人继续在朝堂上 鼓动废除中殿 赐死世子瓶和世尊一家 遭到了王上的强烈反对 王上忍无可忍 质问黄大人 非要把如此年幼的世尊杀了 他才肯罢休吗 与此同时 城南大军没有找到徒弟先生 回宫向父王复命 他提世子瓶求情 但王上告诉他 一切已成令局 王上给过他机会 让他查清楚 并把证人在审讯前带来 是城南大军自己错失的机会 当晚中殿闯进大飞的宫殿 说出大飞杀害太人世子一事 稍后中殿还叫来了黄大人 三方会谈 中殿提议大家就此打住 可让一步 再动下去 各方都没好处 他会同意并推进择贤 此事就以世子平和世尊废处 出宫作为结束 如果择贤当中 他的儿子没能成为世子 他自愿让出中殿的位置 大飞和黄大人表示同意 对于黄大人来说 接下去只要想办法推异圣军 在择贤中上位 就能把中殿拉下来 至于世尊 等他出宫成了庶民 要杀他岂不是轻而易举 世子平和世尊被贬出宫当天 中殿的几位王子都来送别 城南大军让世尊等自己 他一定会把世尊接回来 这之后很多宫人窃窃私语 议论中殿为了保全自己的位置 牺牲了孙子和儿媳 中殿出宫前最后这段路 中殿都没有来送别 黄大人派人检绝暗杀 等世尊一到流放地就动手 但到了之后却发现 车里空无一人 世子平和世尊凭空消失了 其实世子平和世尊 在中殿的安排下 已经提前转移 中殿早已帮他们安排好住处 并在住处等候他们 原来在那日审讯前 中殿就已经和世子平打好招呼 到时会栽赞给世子平 并借此机会送他们出宫 成全世子平的心愿 世子平为了保护孩子 义无反顾地答应了 中殿此局是想在守住 自己位置的同时 满足世子平的愿望 只有守住中殿之位 才能继续保护孩子们 除了中殿自己 他希望城南大军 一定要成为世子 与他并肩而行 守护亲人们 之后一切都按 他们的计划发生了 那一晚中殿早知道 黄大人会出现在监狱 他故意前去做戏 给黄大人看 让黄大人相信 自己已经心机如焚 成功让黄大人放松警惕 此次危机暂告一段落 羽衣留下一封书信之后 小事无踪 羽衣在信中说他 他最后供出了中殿 心中深感愧疚 中殿听身旁工人说起 羽衣信息有误 他并无年迈的母亲 中殿起了疑心 于是立即让人去细查羽衣 此时的羽衣已经出宫 一瘸一拐地去见了土地先生 转天中殿说服 王上推行子的闲制度 但他希望王上能公平公正 以实力为标准来进行衡量 选出真正有能力的王子 来做世子 不要受黄大人们左右 他也相信王上可以做到 另一边 阿宝前来拜见大妃 归还大妃的秘笈 阿宝心知 这本秘笈并不能帮他成为王储 想要当王 除了本身辞职过人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大妃 阿宝希望大妃也能助自己 以臂之力 王子间的择贤竞赛开始了 王上要求各位王子暂时卸下王子的身份 化身欲使 去往民间请各位早已辞官的大人回京 后宫嫔妃蠢蠢欲动 使出浑身解数 帮助自己的儿子 太招荣和阿宝得到了大妃的支持 阿宝需要去劝说朴大人 大妃立即帮阿宝打听到了朴大人的下落 各位王子们即刻动身出发 还未上路 在一战时就已经充满了明争暗动 以圣君牵走自己的马不说 还给其他马都下了药 果然等城南大军来的时候 马都已经病倒了 城南大军没有丝毫犹豫 立即选择了一匹尚未被驯服的野马 至于中殿那位后女色的儿子小浪 他竟在算命先生处算卦 询问自己是否能当上世子 先生直言他没有官允 但是桃花允不错 很快会遇到两位女子 其中或许就有他的真命天女 不久之后 小浪就遇到了一位美女 兵叛嫁的尹小姐 尹小姐正拿着城南大军的画像到处找人 小浪看到画像便认了出来 此人是城南大军 此刻王子们全都朝着目标进发 路途中城南大军遭遇刺客伏击 险些丢了性命 还好暗中有护送的侍卫 帮他逃过一劫 很快宫里得到城南大军遇刺消息 刺客是一群当地有名的盗贼 中殿觉得此事不单纯是盗贼帮所为 王上得知后立即召见王大人 问他是否知道此事背后的真相 王大人明白王上在怀疑自己 连连喊冤 称自己岂敢谋害王子的性命 王上下令要查明真相 王大人明面上映成 如果王上要彻查城南大军遇刺一事 恐怕会让其他人误会 王上有意影响比赛结果 王上只好暂停调查 等竞赛结束后再重新调查 中殿担心时间拖得越久 证据和证人都会消失 查清此事疑快不疑慢 他理解王上的难处 给王上留下一句话 他会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亲自去查清楚 不让王上为难 城南大军一路奔波 心无旁骛 是兄长和母亲对自己说过的话 一路支撑着他 他满脑子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接替兄长当上世子 完成母亲对自己的期待 城南大军来到朴大人居住的地方 他到的时候 看到阿宝已经在朴大人面前宣持 阿宝称奉王命 来请朴大人回去报效朝廷 但遭到了朴大人的拒绝 朴大人不满 当今王上是在奸臣朱立下才登上王位 自然不会回去 城南大军问朴大人 他是否是因为党派之争才辞去官职 朴大人笑笑 他并不在乎党派和理念 这个世界也不是非黑即白的 只是如今他双目皆盲 实在是不能在附近任职 城南大军知道他没有失明 只是亦有所耻 他和朴大人打赌 若是他能证明朴大人看得见 朴大人就要给自己三天时间来争取 说完 城南大军立即挥剑 剑在朴大人眼前停下 朴大人纹丝不动 城南大军的第一招失败后 立即转身跳下悬崖 朴大人惊呼出声 冲到崖边 城南大军并没有掉下去 而是抓住了崖边的树枝 城南大军用这种方式证明了朴大人看得见 朴大人只好答应给他三天时间 另一边中殿查看盗贼首领的尸体 发现他脖子肿胀 最后在他嘴里掏出一张城南大军的画像 说明首领是奉命去杀城南大军的 绝非普通盗贼 这群盗贼确实是黄大人派来的 但黄大人并没有让他们杀人 只在了命令 让他们阻挠城南大军拖延时间 事发后盗贼首领死亡 副首领不知所踪 黄大人得知后大惊失色 说明有人从中插手 真的在利用这群盗贼 对城南大军下杀手 这事情如果被发现 罪名肯定会被扣在他头上 当务之急是要把副首领找出来 终点那边得知黄大人 也在追查副首领 说明副首领和黄大人之间起了嫌疾 接下去只要盯着黄大人的手下 利用他们找到副首领即可 新的一天开始了 朴大人对来的两位王子 根本没当回事 让他们早日打道回府 尹小姐也来到此处找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终于找到了城南大军 尹小姐欢呼雀远 立即冲上来 紧紧抱住城南大军 终点的人找到了副首领 终点来到副首领面前 让他一五一十全部招来 副首领只好交代 那日有一个人来找他们 要求他们在路上阻拦城南大军 抢走马匹钱财即可 不要伤了性命 朴大人走后又有一个女人到来 在前一个人指令的基础上 多下达一条命令 那就是杀了城南大军 副首领并没有看清女人的长相 只记得她戴着青蛙的发簪 身上有股韶药味 终点立即意识到 此人是大飞身边的人 终点立即回宫见大飞 她向大飞送上可以制作毒药的药材 接着拿出那张城南大军的画像 拍在大飞面前 问她是否指使身边的宫女 买凶暗杀城南大军 终点警告大飞就此收手 不然她并将大飞对孙儿做他的事情 全数揭发出来 终点将此事告知王上 王上找到大飞想疑问究竟 没想到大飞静磨病在床 她脸色苍白不住的咳嗽 据说是服用了终点送来的毒药之后 才病倒的 王上本想行事问罪 局面却一下子变得被动起来 王上也不好再多问 她提醒终点 虽然她也知道中殿送毒药的目的是警醒大飞 但这行为还是不妥 中殿听闻近来太昭容和大飞走得很近 中殿把太昭容叫来试探一番 太昭容心思单纯 极容易被利用 中殿告诉她大飞生病的消息 让太昭容前去看病 接着中殿去见王大人 中殿说着他心知 王大人并不打算要城南大军的性命 但此时就可怕在 有人想利用黄大人暗杀城南大军 事后还想把罪名夹获到黄大人头上 那人便是大飞 最近大飞和太昭容往来密切 他属意的世子人选 还有可能已经不是一圣君 中殿轻飘飘几句话 让黄大人深思起来 黄大人迫不及待地和黄贵人一同来拜见大飞 此时太昭容正在大飞殿内 两人选择在外等候 听到屋内传来谈笑的声音 大飞暗示太昭容 他有机会可以成为中殿 光是阿宝努力还不够 他这个当母亲的也要消息灵通才行 大飞随即告诉太昭容 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太昭容走后 黄贵人和黄大人才得以入内 三人打着哑米般互相试探 对于世子和中殿的人选 大飞没有明确表态 唯一确定的就是 中宫殿必须一主 黄大人试探大飞是不是已经转而支持阿宝 大飞笑了 世子的人选由他来定 王子们公平竞争 这不是黄大人能妄言的事 这次谈话不而散 黄贵人和大飞之间的同盟 走向了破裂的边缘 与此同时 中殿叫来兵盘 兵盘直言不讳 表示自己是大飞那派的人 于是中殿也打开天窗 说亮话 兵盘是你王后唯一幸存的家人 他希望兵盘在大飞和黄大人之间能保持中立 等到时候他的孩子当上世子 他会给兵盘相应的好处 王子们的笔事还在继续 以圣君和小患 要去请的是一位已经出家的徐师傅 但见到这位徐师傅后 他们发现 对方没有半点出家人的样子 又骗当地妇女和妇女私通 被妇女的丈夫发现之后 反而拿出刀子威胁丈夫 使得是他自己没有管好妻子 小患来到寺庙暗中观察了一会儿 他发现庙里的僧人们竟在练习剑术 而徐师傅的佛经当中藏着兵书 房间里甚至还有宫中地图 城南大军和阿宝还在海岛上 每天跟着朴大人 他们发现岛上的渔民都会将捕捞的白格 交给朴大人去卖 朴大人会从中抽取高额佣金 城南大军和阿宝都觉得渔民亏大了 但渔民们对此毫无怨言 于是两人围观了一次朴大人卖货 该出价时朴大人窥然不动 一直拖到最后 但奇怪的是物品都已高价卖完了 朴大人问二位是否知道其中的秘诀 阿宝认为只是恰好今天运气好 但城南大军已经洞察了一切 今日的货物都品价不佳 唯有朴大人带来的是上等佳品 所以他肯定能卖出好价钱 朴大人点头对他表示赞许 到了该启程返航的时候 城南大军远远地看到兵盘家的尹小姐还没上船 他连忙跑过去拉住尹小姐的手将她带回船上 尹小姐小路乱撞 看向城南大军的眼神充满了甜蜜 他之所以差点迟到 是为了给城南大军买一个蒜筹匣 城南大军之前随口说他需要一个匣子 尹小姐便记住了 他来岛上时没带太多钱 如今已经身无分文 为了给城南大军买东西 他还卖掉了自己的发带 但这个蒜筹匣并不是城南大军自己使用 之前有个孩子弄丢了匣子 于是城南大军便想送个新的给孩子 朴大人看到城南大军送匣子的这一幕 还听到城南大军鼓励孩子要好好学习 坚持梦想 隐约有些动容 转天民间突然出现一张告示 称王子城南大军并不是王上的亲生儿子 太招荣隐藏在人群中流露出得意的笑 此间大飞悄悄告诉他这个秘密 告示也是他派人张帖 在鄙视的过程中 一位王子小招在宫外被劫走全部马匹和财产 极寒交迫地活到城中 但因为没有令牌 守卫没有扔住他来 不肯放他进宫 小招寻求母妃高贵人的帮助 高贵人非但没有带回儿子 反而把他推得更远一些 如果小招现在回宫 就等于竞赛失败 彻底失去竞争世子的资格 小招流落街头被人当成乞丐 最后还是终店救下他 小招事隔这么多天 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 挣大块朵一时 高贵人进来直接掀翻了他的餐桌 不管中店如何帮孩子说话 高贵人都觉得 他因为自己儿子少了个竞争对手 正沾沾自喜 在他看来 中店故作姿态甲清高 他对中店的怨气也越发深重 高贵人想起了一件事 他曾撞见过小患在秘密基地里 身穿女装的样子 于是高贵人夜里潜入小患的宫殿 找到那张女装画像 第二天他拿着画像 把小患的秘密告诉黄贵人 他想用这个秘密和黄贵人做交易 注意圣君当上世子 高贵人想要的就是看到中店 追星气血的模样 小招被中店留在身边照顾 第二天一早 中店去看望小招 发现他想不开 幸好抢救及时 保住了一条命 高贵人得知消息后 累计赶来 闻眉中的小招 手里仍紧紧握着 被母亲赶出宫时 母亲塞给他的挂坠 小招一直舍不得松开 因为这是他生平以来第一次 收到来自母亲的礼物 高贵人终于明白了 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他在小招身边哭得气不成声 不久后小招醒来 中店知道小招必定内心苦闷 便带着酒来看他 一番劝导后 终于打开了小招的心结 他和高贵人母子俩也终于和解 再看看小患那边 他彻夜研究着徐师傅墙上的地图 第二日来到徐师傅面前 宣执请他回京 这时一群官兵将徐师傅带走 原来徐师傅拼头的丈夫 昨夜死去 徐师傅的刀出现在了现场 他被当作杀人凶手抓了起来 徐师傅连连喊冤 他并没有杀人 也不知为何自己的刀会在那里 义圣君出面帮他说话 徐师傅对他感激不尽 殊不知真正的杀人凶手 其实就是义圣君 义圣君故意嫁祸于他 想用这种方法逼他跟自己回宫 而小患根据地图 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 找到一处山洞 按照地图里的标记 拨开曾得岁时 后面藏着的兵器露了出来 小患大惊失色 原来此地是徐师傅的军火库 他正在策划谋反 徐医土地先生和徐师傅 都是和黄贵人一伙的 同时中殿那边也刚刚调查得知 徐医先前曾给黄贵人治过病 此外引见御医来东宫殿 为世子治疗的人 也正是黄贵人 中殿得知 御医竟和黄贵人之间 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线 立马将黄贵人交来问话 但黄贵人装傻 不承认此事 另一边 御医和土地先生 来到狱中与徐师傅商议 几位王子突然到访 让他们紧张起来 唯恐四堂的军火会被发现 另外 王上召徐师傅返朝 也让他们如临大敌 徐师傅决定接受益胜军的提议 返朝任职 但他有个条件 益胜军和徐师傅达成一致之后 却遭到了小患的反对 小患向益胜军说明 徐师傅意图谋反 不能带他回朝 小患拿出了地图作为证据 但益胜军不以为然 此刻他眼中只看得到比赛规则 他不能容许任何人阻碍他赢得比赛 中殿的另一位儿子小浪 没有去请人 而是留在都城 终日和他爱慕的初月鬼魂 中殿得到消息后 亲自去捉街 小浪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对世子职位毫无野心 唯一想做的就是 紧快纳初月为妾 于是中殿找到初月 中殿坦言 小浪说到底 和寻常的贵族男子 没什么两样 可口声声说爱他 但终究只打算纳他为妾 小浪并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中殿再次劝说他们断绝来往 初月答应了 他眼神中饱含悲伤 他曾听小浪说过 中殿是个深名大义的女人 是中殿一直教导小浪 出身高贵或卑贱的女人 人生不该有任何差别 但如今初月一见 却觉得中殿和其他人 没什么两样 中殿没有辩解 中殿离开时 想起了一番往事 如今初月所生活的地方 是中殿成立的 专门收容底层女性的 惠月阁 这个名字由来正和初月有关 二十年前 怀孕的中殿与无家可归 又身怀六甲的初月母亲交好 随后建立了惠月阁 这么多年来 许多女性来此寻求庇护 发展成如今的规模 海岛上 朴大人向渔民们发放售卖白格的收益 城南大军和阿宝在旁观察 朴大人少说也思通了一半的利润 但这些钱却不知去向 经过最近这段时间的观察 城南大军认为朴大人是个敲诈百姓之徒 他打消了带朴大人回朝的想法 而是要留下来缴住错误 把朴大人赶出这座小岛 上次翻找 城南大军在朴大人家中发现一本账簿 并悄悄带了出来 上面记载着他给岛民们分发的钱 阿宝也找到一些线索 两人互相交换查看之后 发现朴大人远比他们想象的有意思 原来朴大人搜刮这些利润 是为了给百姓们偿还一仓带粮的债务 并帮他们建立村落互助组织 让村民进行店铺 即使在无法捕捞的淡减 村民们仍能维持生减 在朴大人的努力下 如今村子已经经济独立 城南大军和阿宝看着村民们黄发垂条 怡然自得 百姓安居乐业 这就是朴大人苦心经营的结果 城南大军和阿宝一同劝说朴大人 回去后他仍能为百姓效劳 他们会助朴大人一臂之领 让朴大人继续造福百姓 最终朴大人被说动 此时朝中 城南大军不是王上亲生儿子的消息 传到了皇大人耳中 当初终殿怀孕时 正是王上守丧气节 根本不可能是王上的骨肉 对于传闻 中殿也略有耳闻 他想起刚生下城南大军的时候 城南大军被视为不祥之人 大妃亲自将他送走 如今有人用城南大军的身世做文章 肯定是大妃所为 怪不得大妃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丝毫不把城南大军当回事 凌晨 尹小姐陪着城南大军静待日出 城南大军听说尹小姐打听到自己在这里之后 特意追来此处 他询问尹小姐理由 尹小姐毫不避讳地说着 一看到城南大军 他就会止不住的心跳 他喜欢城南大军 城南大军也被尹小姐的表白触动 就在这一刻 太阳越过了地平线 天一亮 一行人便起承回朝 另一边 小患正在日夜兼程往回赶 他是要在易圣君到之前揭发一切 不久前徐师傅答应与易圣君合作 并向易圣君提出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就是杀了小患 黄大安得知这消息后十分惊慌 如若此事再被发现 谋杀王子的罪名 他可承担不起 但黄贵人不这么想 这是一个除掉小患 并拉下中殿的绝佳良机 黄贵人的计划是 派人出宫埋伏暗杀小患 并伪装中想不开 留下一书为证 而他会在宫里向网上揭露 小患女装屁的秘密 届时小患就会成为 一秘密被曝光而自寻短见的王子 黄贵人按计划行事 正准备给王上看画像的时候 中殿进来了 中殿想拿回画像 黄贵人告诉王上 这画像中藏着小患丑陋的秘密 王上亲自打开画像 但黄贵人失算了 这根本不是小患的女装画 画像早也被调包 这一切要归功于高贵人 他醒悟之后便向中殿请罪 坦白自己已经将小患的秘密 说了出去 中殿才有机会提前布局反击 与此同时 在宫外的小患也被人及时救下 获救后小患终于见到了中殿 中殿让他暂时先躲避一段时间 但小患急着回去禀报 徐师傅谋反一事 中殿让他放心 此事王上已经知晓了 易圣君带着徐师傅 来到王上面前复命 在宣读完任职的旨疑后 易圣君立即向王上揭发 徐师傅意图谋反 王上当即下令将他抓获 易圣君沾沾自喜 说自己其实早已知道此事 为了完成任务才隐瞒至今 等待他回来之后才将其揭发 易圣君这番话反而弄巧成拙 被王上批评 他根本不该将逆贼带到自己面前 同时 黄贵人诬陷小患惹怒了王上 被降为后宫最低的位阶 刹那间 后宫局势瞬间改变 如今太昭蓉都敢对他指手画脚 不久后 城南大军和阿宝顺利回肠 完成任务的两人和易圣君 一同进入了下一轮选拔 肩上中殿开始解决小患的事 他知道这次暗杀小患并不是大飞所谓 但他做了点手脚伪造遗书证据 就可以嫁祸给大飞 此前大飞将刺杀城南大军的罪名 嫁祸到黄大人头上 那他完全可以效仿大飞 如此一来 中殿就有了可以撤走大飞的把柄 另一边王上和众大臣商议 他希望由儒生们来决定世子的人选 此言一出就遭到众大臣的反对 因为儒生们大多年少 王上询问黄大人的意见 但在来之前 王上已经私下和黄大人达成一致 王上用黄大人刺杀城南大军一事 换取他支持自己的意见 朝堂之上 黄大人表示拥护王上的决定 兵派也同样表示支持 两位众臣都已同意 其他臣子们自然也无话可说 于是最终责解开始 儒生们来到守卫重重的宫殿 在出结果之前 任何人不得踏出场地半步 中殿明白王上此举的用意 儒生们不是臣僚之子 没有党派之争 最有可能保持中立 此外 年轻的儒生们会是下一任王的臣子 所以王上要让他们亲自来选出自己的王 赤字则贤的最后一轮开始了 儒生们聚集在一起商议王储的人选 与此同时 王上也展开了一轮考核 他向三位候选人提问 如果他们是君王 为了临选人才 会提出何种问题 义胜君和阿宝的回答 中规中矩 唯有城南大军另辟蹊径 他回答道 如果自己是君王 他会询问候选人 宫外百姓对君王的批评有哪些 于是王上问起城南大军 宫外百姓对自己的批评 城南大军借着这个机会 把岛民们所受的 一仓带粮之苦传达给了王上 不久之后 王上结束他的考核 将结果传给典里的儒生们 各方势力都翘首以判来打听消息 这一轮中 城南大军取得优胜 这消息传开后 各方势力都坐不住了 如今世子选拔仪式的内部消息走了 儒生的父亲们 也在给他们传送消息 惩罢儒生们站错队影响以后的仕途 为了将信息传入戒备森严的殿阁 他们只能依靠进进出出的尿壶 太昭荣蹲守在殿外 买痛了宫女 为了得到一手消息 不惜亲自打开尿壶 忍着异味在其中翻掌 这次传来的消息是 义胜君的支持者增多 阿宝暂时威劣最末尾 为了扭转局势 太昭荣想了一个办法 他让人将义胜君 以往欺凌宫人的记录送到儒生们面前 于是局势再次反转 不久之后 一位儒生假装肚子疼 借机离开宫殿 私自把义胜君 露了下风的消息 告诉黄桂仁 黄桂仁知道 这背后肯定少不了大妃的帮助 这一刻黄桂仁父女俩终于醒悟 要想让义胜君当上世子 还是少不了大妃的助理 于是两人再次来到大妃面前 以卑微的姿态请求她重新考量目前的局势 支持义胜君 大妃想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 黄大人提出 自己愿意让出对官吏的任命权 任由大妃借自己吃手 拉拢臣子 培养势力 而黄桂仁则答应大妃 如果义胜君当上了世子 他愿意放弃中殿之位 他会将中殿的所有职权都交给大妃 这样大妃就能得到未曾体验过的 作为中殿的权利 不久之后大妃召见太昭容和阿宝 让二人退出竞争 大妃送给太昭容那本秘笈的时候 想让太昭容答应自己一件事 如今到了太昭容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但太昭容不愿意 他不想让阿宝因为自己 失去当上世子的机会 他宁死也要保全儿子 大妃无视了太昭容的话 转向阿宝 他知道阿宝是个聪明人 于是阿宝问大妃 为什么在自己和义胜君之间 大妃选择放弃自己 大妃以赛马为力 残忍地说着 他只是将阿宝当成 能够刺激其他马匹加速的带头马罢了 他从来没有将阿宝当成世子人选 就这样 心灰意冷的太昭容和阿宝 亲自摘下了号牌 正式退出比赛 而大妃立即下令 传信给儒生们 全力支持益胜君 不多时 中店也得遮掂消息 但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接着中店来到儒生们所在的店外 正好遇到来送饭的宫女 不出意外 中店在饭碗中找到了偷藏的字条 中店向王上申请 准许自己进入店内 揭发舞弊之事 王上同意了 中店来到店内巡视一圈 找到不少小纸条 纸条中内容无外乎 是以田宅财宝 或官职来利用儒生们支持某人 中店当场宣布 他不会追究这些纸条 因为他相信 诸位儒生们是国家的未来 拥有足够的信念和动力 来做出正确的选择 说完 中店烧掉所有纸条 转身离开 来到店外 中店向王上复命 没有发现任何舞弊行为 而此时店内 受到感障与鼓舞的 诸位儒生 也纷纷烧毁了 还未被发现的纸条 并宣布拒绝任何外来信息 没多久 城南大军和易胜军 来到店内接受最终考核 在结果出来之前 中店叫来太昭荣 将他降为中宫殿的内人 作为惩罚 太昭荣平静地接受了 在中宫殿开始辛苦地劳作 他日夜操劳 终于扛不住困意 在中店踏上睡着了 中店发现后并没有叫醒他 而是一直等到太昭荣醒来 原来中店是想用身体上的操劳 帮太昭荣排解心中的忧虑 中店告诉太昭荣 作为后宫嫔妃 除了生儿育女之外 更肩负着教育好孩子的责任 想让自己儿子当世子 并没有问题 但太昭荣用错了方式 正是他的野心 让阿宝被别人利用 最终受到伤害 太昭荣终于明白了 中店的一番苦心 他觉得无言面对阿宝 但是中店宽慰他 阿宝在成熟也都有受伤的时候 而他唯一能依靠他 就只有自己的母亲 其实在惩罚太昭荣之前 中店已经召见过阿宝 中店想知道 通过这次责嫌 阿宝是否明白了什么道理 阿宝想通了 身份地位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但中店更希望他反思 自己在整个过程中 是否有不公正之举 阿宝清楚了自己的错误 中店对他寻寻善诱 君王虽独揽大权 但并不能独自完成所有事情 阿宝虽没当上世子 但他可以留在世子身边 助他一臂之力 说完阿宝又为母亲求情 中店心疼如此懂事的孩子 他握住阿宝的手 希望他不要装坚强 如果心中难受 就直说出来 在中店的调解下 阿宝倒在母亲怀中大哭 逗出了难得脆弱的一面 就在王上即将宣布最终结果之时 黄大人突然禀报 城南大军不是王上的亲生儿子 接着满场文武都觐见 希望王上低血任期 查验城南大军的身份 一行人来到医馆 黄贵人提前备好了毒蛇的毒液 可以使血液凝固而不交融 王上和城南大军的血液 果然没有凝固 就在众人惊讶不已之时 镇定的中店提出 水中如果会有杂志 会影响结果 于是他要求黄贵人妇女 也用同样的水进行验清 结果和之前一样 黄贵人妇女的血也没有交融 到这里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接着中店打算用自己的办法来证明 他请了各位王子和大飞前来 中店表示 王上耳朵后面有块凸起的骨头 王子们也大都继承了这一特征 中店请大飞分别摸一摸 孙子们的耳后 去验证这一特征 大飞逐一摸去 城南大军确实拥有这一特点 的确是王上的亲生孩子无误 但当摸到义胜君时 大飞的神情却耐人寻味 黄贵人看起来似乎很紧张 最后大飞看着黄贵人宣布 所有王子都符合这一特征 当日诸位王子和大臣的面 中店终于将城南大军的身世 宜云解释清楚 当年大飞怀疑 中店在先王丧妻 怀上了城南大军 因此将城南大军视为不竭之子 从小被送到宫外生活 但事实是 在国上开始前 中店就已经怀有城南大军 当时中店没有力量抗争 再加上不想影响刚即位的王上 于是沉默至今 才造成了如今的子嗣之争 接着王上当场宣布 城南大军就是自己的儿子 如果以后有人再敢非议他的身世 一律处以急刑 城南大军的身世之谜忠于平息 中店对城南大军感到抱歉 可如今的城南大军成熟许多 也正是在宫外生活的那段经历 让他不同于其他王子 能更加茁壮地成长 最后王上宣布 此次通过择贤的王子 正是城南大军 城南大军终于实践了承诺 接替哥哥的位子 当上了世子 听到结果 王贵人与益胜君一五 也并未放弃 只要城南大军还未正式登位 他们就还有机会 大事了却之后 中店心中释然许多 他看着前世子留下的遗物 想起世子生前曾叮嘱自己 要照顾好弟弟们和世孙 中店现在终于完成了约定的一部分 也是时候该放手了 中店下令清空殿内所有物品 这座属于未来王上的宫殿 也将迎接新的主人了 城南大军终于登上世子之位 入驻东宫这一天 中店教育他 坐上了世子之位 他更需要学会 弯腰低头 却侍奉全天下的百姓 而大飞和皇贵人等人心怀鬼胎 大飞更是在城南大军面前直言 就算坐上了世子的位置 也有可能会被拉下 在真正成为王上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如今世子已经选出 义圣君也到了要出阁的年纪 即将搬去宫外居住 临行前他去向大飞请安 大飞回忆起义圣君的耳朵特征 饶有深意的说着 他会时刻关注义圣君的动态 这句话让皇贵人心中感到不安 离开前 义圣君安安下定决心 一定会再次回到宫里来 解决了世子的事 王上任命朴大人维护曹判术 让他负责振兴经济 但朴大人另有想担任的官职 他想当负责教育世子的书颜官 最后商议之下 王上下令让朴大人兼任两职 城南大军到市奖院学习第一天 中殿很为他担心 按照惯例 市奖院的老师们 都会在讲和第一天 出一些刁针的问题 无意来个下马威 如果世子表现不好 恐怕会遭人非议 此时市奖院里 正如中殿 遇到了这般 空气中充满了 剑巴弩张的紧张气氛 但城南大军临危不乱 见招拆招 和皇大人针锋相对审 也能有理有据地回答 最终得到了所有老师的认可 城南大军当上世子后 则选世子平仪式提上日程 中殿看了看送上来的名单 几家姑娘都和大妃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殿决定要挑选 几个与大妃无关的女孩 中殿来到宫外 潜伏在市井间 悄悄观察各位小姐 太招容也乔装打扮 混在丫鬟群中 帮忙打听消息 有几位小姐 嚣张把护 叫声惯养 就直接从名单中话去 有几位小姐同情达脸 懂得体恤下人 就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中殿和太招容 不约而同 相中的同一位小姐 都城之家的长女 就在此时 中殿听到外面街上 传来喧闹声 原来是尹小姐 正在帮助一位妇人 妇人刚被丈夫抛弃 想卖了金钗换点钱 但老板却以 她是弃妇这个由头 说她的东西晦气 故意压低价格 尹小姐看不下去 出手相助 她拿着金钗 问围观人群 有没有人愿意出钱购买 围观人自然愿意 纷纷举手要买 尹小姐又把金钗 扔到地上踩了几下 再问围观人群 大家的购买欲望 并没有因此降低 尹小姐告诉老板 金钗哪怕被脚踩 刺身也不会轻易贬值 这位妇人也是如此 尹小姐要求老板 一视同仁 给出合理的价格 中殿当即上前 表示要买下这只金钗 她看出尹小姐出身不凡 一个富家小姐 竟会为一个 萍水消防的妇人 据理力争 中殿对尹小姐产生了好奇 打听之下得知 尹小姐是兵判家的女儿 中殿约尹小姐见了一面 询问她为何要帮助那位富人 尹小姐滔滔不绝地说着 按照修妻的法律 如果没有子女 丈夫就能单方面修妻 这很不合理 中殿告诉她 保护妻子的法律确实存在 法律给了丈夫一吃毛的同时 也给了妻子一块炖 尹小姐很快又意识到问题所在 大部分妻子都不知道 有这块炖的存在 即使知晓也没办法用法律来真正保护自己 尹小姐的很多想法和中殿不谋而合 中殿看向她的眼神充满了赞赏 看来中殿已经找到了满意的儿戏人选 即便她的父亲兵判是大飞的党羽 中殿转而问起尹小姐 为什么不参加世子贫泽选 尹小姐称自己不想在宫中度过烦闷的一生 况且她早已有心仪的对象 说起爱慕之人尹小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神情 她还拿出爱慕男子的画像给中殿看 中殿一眼便认出画中人是城南大军 中殿告诉尹小姐此人是当机世子 见中殿一脸认真的表情 尹小姐才相信中殿所言 她以为中殿是宫里的上宫 再次感谢中殿提醒自己的大恩大德 立即回家报名参加择选 此时大飞正在兵判家中 亲自向几位参加择选的小姐提问考核 尹小姐不知道大飞在 横冲直撞地跑进来 缠着兵判说要当世子贫 过后才发现屋里还有大飞 大飞也对尹小姐产生了兴趣 她单独询问尹小姐为何想当世子贫 尹小姐想起中殿提醒过自己 对外一定要隐瞒自己和世子曾见过面的事实 于是尹小姐回答 世子贫是世家女子可以登上的最高位置 她想要去到最高处 大飞答应会为她助力 但是尹小姐也要为自己效力 大飞相中尹小姐并不是真的 看中尹小姐身上的美德 而是她发现此女行事大的 为了动摇城南大军的世子之位 送上最糟糕的新娘 反而能抓住城南大军的把柄 另一边御医悄悄给狱中的徐师傅 送出一瓶毒药 可以让她呈现呼吸困难 浑身抽搐的假象 等徐师傅被送进医馆 御医就有办法救她出去 不久之后宫里得到消息 徐师傅服毒身亡 皇上怀疑此事另有隐情 徐师傅背后的谋反团伙 肯定和沸妃已是母子勾结 宫里说不定也有同伙 王上命人严查 与此同时 土地先生和御医带领了团伙 他们向众人宣称徐师傅已经身亡 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证明 太人世子不是病子 而是遭人杀害 这样才能动摇王位 这时中殿也得到消息 有人称在京中见到御医 中殿立刻派人去查 因为目前能解开 先世子死因的人只剩下御医 此时黄贵人悄悄来到宫外 与御医私会 御医希望黄贵人帮自己回到宫里 黄贵人也有事想求 他询问御医 那时给世子下的究竟是什么毒 没过多久 世子贫则选开始了 大飞推荐尹小姐 中殿假意反对 营造出和大飞互相针对的样子 并推荐了都城之之女 到了最终轮 王上亲自来到现场 和宫上下都在议论纷纷 无有城南大军对此毫无兴趣 以心只读圣贤书 尹小姐活泼开朗 又不循规蹈矩的形象 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飞让三位闺秀说一说修妻之法 另两位闺秀详细的解释了一遍 轮到尹小姐的时候 中殿转而让尹小姐解释 另外一步保护妻子权利的法律 大飞提出一言 这不法律知道的人甚少 让尹小姐回答有失公平 中殿表示如由不公 另外两位闺秀可以先做回答 不出所料 两位都没答出来 但尹小姐对答如流 最终尹小姐通过择选 成为了世子平 不久之后尹小姐和中殿两人相见 尹小姐万万没想到 宫外遇到的人仅是中殿 中殿在此前已经登门拜访过 尹小姐的父母 她说明来一夜 希望尹小姐当世子平 兵盘不懂为何中殿和大飞 都看上了这个女儿 中殿表示自己和大飞不一样 大飞只是想利用尹小姐 但中殿却看中了尹小姐本身 如蒲玉一般的美好品质 中殿打算先借大飞之手 让尹小姐成为世子平 但之后她不会放任大飞 抛弃甚至牺牲尹小姐 她会守护好这个女孩 中殿希望兵盼将来 可以成为世子的盾 而她则会成为尹小姐的挡箭牌 当选过后 尹小姐在中殿的陪伴下 接受了世子平教育 终于来到大婚这一天 婚礼上 城南大军和尹小姐终于见面 尹小姐缓缓露出脸庞 城南大军惊讶地发现 原来他们早已见过面 城南大军心直 这次选上的世子平是大飞的人 她不禁猜测 难道尹小姐一开始 就是抱着布地接近自己 洞房之夜 尹小姐羞涩地看着城南大军 城南大军注视了她两脚 一句话都没说 甩手离去 夜里消失许久的初月 突然抱着一个孩子 来到宫门口 说来找孩子父亲 中殿得到消息后 一脸吃惊 她把小浪叫来问话 天真的小浪当即表示 要暗中抚养这个孩子 中殿便碎了小浪的心愿 把孩子丢给她 第一个晚上 小浪就被孩子的哭闹声 折磨得几乎崩溃 她一整天没吃没睡 就连去茅厕都没时间 无奈之下 只好求助于中殿 才终于得到片刻安宁 尹小姐和城南大军的新闻之夜 城南大军竟然没有留下河房 而是一句话都不说 就甩手走人 尹小姐百思不得其见 独自在房内喝酒 猜测着城南大军为何如此 看着房内的布景 内心一阵伤感 第二天就有流言蜚语 在宫里开始流传 说新婚之夜 世子离开了世子贫的寝殿 次日 城南大军和尹小姐 给大飞请安室 大飞也问起了这个问题 尹小姐连忙帮城南大军解释 称这只是误会一场 城南大军短暂离开一会之后 便又回来了 随后 尹小姐独自求见终殿 说起昨晚的事情 她为此很困扰 心里十分难过 她不明白 世子为何不与自己合房 该不会是世子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合房吧 尹小姐在宫殿面前 问了很多问题 让宫殿啼笑皆非 难以招架 晚上 宫殿叫来城南大军 询问她 为何不和尹小姐合房 尹小姐是宫殿亲自挑选的儿媳妇 她选择尹小姐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尹小姐 真心爱慕着城南大军 这番话顺利帮城南大军 解开了心结 随后 城南大军告诉母亲 一个新发现 她在翻阅 前世子留下的书籍时 在里面找到了 被前世子藏起来的 从病况日治中 撕下来的两页纸 当时 御医帮前世子 治疗血须绝时 用了试真的方法 但试真的身前控制 如果不当 并有可能伤及内脏 通过这两页内容 可以得知 御医帮前世子 试真治疗 并没有那么简单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前世子 就是在御医 试真之后 才开始了吐血现象 所以 如果前世子 真的是遭人谋杀 御医的嫌疑很大 此时宫外 以御医和土地先生 为首的谋反团伙 叫来义胜君 想拥护他为世子 并进行谋反 义胜君初次听到时 大惊失色 连连拒绝 但很快 他就被告知 他在民间 杀了无辜百姓 这件事情 如果被王上知道 他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继承王位了 既然他绝无可能 从王上手中 接过王位 那么就只剩下 谋反一条路 御医还告诉 益胜君一个秘密 指使他杀害 前世子的人 就是益胜君的母亲 黄贵人 御医回宫复职 他回宫时 被黄大人叹到 黄大人惊慌不已 连忙找到 黄贵人通气 这才发现 他们二人 都没有叫御医回来 不禁大闷 是谁把御医 重新召还 御医回宫后 求见终殿 原来是终殿 说服王上下旨 将御医召唤回宫的 一见面 终殿开门见山的表示 自己已经知道了 前世子是遭人毒杀 所以他想让御医 帮助自己 一起查明 前世子的知识 终殿手下的人 找到了当年 服侍过 太人世子的医女 并未打听到 有用线索 但是找到了 太人世子 生病时服用的药方 这个药方 是当年 为太人世子 治疗的 刘大人写下的 因为医女的母亲 也患有血虚绝 所以他在出宫时 悄悄带走了 这副药方 终殿将这药方 和土地先生 给世子看的药方 一对比 发现两副药 十分契合 有两种药材 是治疗血虚绝时 很少会用到的 但巧的是 这两副药方里 都含有 而且两副药方的 自己也很相似 这让终殿意识到 他要的土地先生 很不简单 于是终殿叫来运医 告诉他 有人在城里 见到了刘大人 等找到刘大人 或许就能解开 前世子的死衣 御医听到这个消息 显得十分慌张 转眼 尹小姐和城南大军的 和房之日 被再次定下 尹小姐日夜期盼 难耐相思之苦 还没到和房之日 就借着送食物的油头 去找城南大军 尹小姐到的时候 城南大军 恰好在更衣 她推门进去 看到没穿衣服的城南大军 愣在了当场 她匆忙想走 又不小心滑倒 贴近了城南大军怀中 城南大军 稳稳地抱住她 尹小姐的手 直接放在了她的肌肤上 这一抱 两人心中都小度乱撞 转头 义圣君把谋反的想法 告诉皇大人 遭到皇大人的强烈反对 再怎么说 皇上都是义圣君的父亲 但义圣君不以为然 他眼里只有王位 如果不能靠正统的方式来实现 那就只剩下另一条不归路 皇大人劝诫义圣君 普帝先生为首的谋反团伙 他们真正想拥立的是泰人世子的弟弟 也就是沸飞引王后的另一个儿子 近日 小浪在宫里悄悄养着孩子 行事十分小心 唯恐被宫里其他人知道 但在兄弟们面前 小浪没有隐瞒 几个王子就在他的宫里逗小孩 越看着孩子越可爱 为了照顾孩子 新手奶爸小浪 也要学的还有很多 他甚至打算开始写女儿认识 但小浪总归还是经验不足 孩子生了一场病 就让小浪手足无措 连忙找中殿求助 小浪觉得自己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他向中殿提出 能不能把初月找回来 他知道初月肯定也很想念孩子 况且孩子不能没有母亲 中殿再三确认 小浪是否做好了准备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 都愿意承担一切 绝不逃避 得到小浪肯定的回答后 中殿把孩子的如母叫来 原来中殿将初月以如母的身份留在了宫里 中殿也经历过城南大军刚出生 就被送走了遭遇 他深知母子分离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所以他把初月留下 以如母的身份待在孩子身边 自从与中殿聊完 城南大军来到宫外 找到土地先生 直见指向土地先生 当面揭穿了他的真实身份 他就是失踪多年的刘大人 城南大军问他 为何在前世子逝世后销声匿迹 土地先生表示 他因为前世子的死过于惶恐才躲了起来 但他再三强调自己的药方绝对没有问题 接着城南大军拿出一幅试检图给他看 土地先生看到后 立即询问城南大军 这是否是太人世子的试检图 其实这是前世子的试检图 土地先生会这样问 是因为二人的试检情况过于相似 两个人胸前都有差不多的伤口 土地先生言之凿凿 当年他为太人世子做了试检 所以笃定太人世子是死于毒杀 如此分析 前世子或许也是死于毒杀 土地先生在城南大军面前 如此坦率地交代了这么多线索 让城南大军和中殿都有所提防 中殿认为 土地先生主动落入圈套 肯定是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些什么 果然如中殿所料 土地先生是有备而来 他知道中殿已经察觉了自己就是当年的刘大人 所以他决定拿自己来当诱儿 借中殿之手揭开太人世子之死 与此同时 御医和黄贵人在宫中擦肩而过 御医悄悄塞给黄贵人一瓶毒药 不久之后 黄贵人来到大飞宫中敬茶 但大飞没有喝 而是直接打碎茶杯 大飞说自己只需一眼 别能看穿这杯中除了茶叶还混进了其他杂草 原来黄贵人在这茶水中下了毒 大飞开始好奇 黄贵人为何对自己产生杀心 一定与前几日的滴血厌亲摸耳洛一事有关 大飞反问黄贵人 逸圣君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 此时的宫外 御医和尹王后见面了 御医竟称呼尹王后为母后 原来她就是尹王后的另一个儿子 同时也是太人世子的弟弟 原来当年尹王后带着御医出宫后 徒弟先生将自己的儿子和御医交换 戴在身边找过 以此掩任耳目 完成了这一出偷梁换柱的戏码 与此同时 中殿发现前世子的知识 和当年太人世子的死亡过于相似 于是请求王上重新调查 太人世子去世的真相 但王上表示绝无可能 如果太人世子是遭到毒杀 就等于认同了自己的王位来历不明 王上指的中殿 身为自己的妻子 怎么能无视大局提出如此不合理的请求 中殿心中悲弃 他只不过是一个想要知道真相的母亲罢了 城南大军从土地先生那里得知 当年为太人世子尸检时 先王就在一旁 为了确认土地先生所言是否为真 城南大军潜入城政院 寻找记录着先王起居的日志 但日志遭到了损毁 而且被毁坏的内容 有关太人世子的尸检部分 肯定是有人想要隐瞒此事 如今所有能找到的证据 几乎都已经被还 这时中殿想到 当年参与尸检的史官或许会有记载 而当时的史官就是朴大人的父亲 中殿告诉玉依 有关太人世子吃死的所有记录都已经被损毁 尸检书也不知所踪 这是玉依一伙人没有料到的 他们猜测着是谁如此急切地毁灭证据 试检书现在又身在何处 他们推断 试检书肯定是落到了黄大人手里 另一边 大飞已经发现了 义圣君并不是王上的亲生儿子 他质问黄贵人 义圣君的父亲是谁 但黄贵人装傻到底 不肯透露 大飞只好自己去查 他现在不会除掉义圣君 因为丧子之痛只是一时的 而为了保护孩子 每天活在焦虑中 这样的痛苦更甚百倍 大飞当年故意给隐王后留下一个子嗣 也是这个原因 义圣君再次询问黄大人 是否要拥护自己参与谋反 黄大人无法答应 他劝说义圣君替母亲黄贵人想想 谋反万一失败 下场是满门抄斩 但义圣君告诉他 母亲已经同意了 黄大人不理解 女儿为何会同意 没想到从黄贵人口中得知 义圣君不是王上的亲生儿子 如今大飞已经知晓 要想守护这个秘密 就必须铤而走险 不然事情败露的话 黄大人也得跟着一起下黄泉 于是黄大人被拉入火 义圣君安排他和土地先生见面 黄大人认出他就是当年 为太人世子 尸检的刘大人 可刘大人明明已经被自己杀害 黄大人瞬间大惊失色 接着御医到来 向黄大人宣布 他们要拥立的人是以王后的儿子 黄大人敏锐的目光 扫视着面前这些人 对于御医的真实身份 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黄大人表示 只要能确保他和义圣君的安全 以及地位 他愿意帮忙 但对方迫切地想要拉自己入火 肯定还别有所图 于是土地先生说明来意 他知道黄大人偷藏了 太人世子的试检书 希望黄大人交出来 但黄大人表示 试检书不在自己这里 而是在毒害太人世子的真凶 赵大人手里 赵大人是为太人世子 一致的衣冠 而他背后的人则是大飞 另一边 终殿就在朴大人 询问他是否看过 父亲记载的史书 朴大人表示 从未见过 终殿到处试检 他的父亲参与了太人世子的试检 之后不久 便骤然辞世 这两件事情 绝不是偶然 那天的史书记录里 或许会有真相 其实 使关父亲留下的史书 朴大人一直收藏着 他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 向终殿复命 史书确实还在 但其中记载的内容 恐怕是终殿无法承受的 但即便如此 终殿还是决定要看 陈峰的史书 在终殿回到了多年前 太人世子失事后 土地先生为他尸检 根据种种迹象 土地先生判断 太人世子不是死于血须绝 而是死于中毒 胸前的伤口 便是他毒发后 自己抓伤的痕迹 但尸体上 没有验出毒性反应 无法完全确定是毒杀 如果是毒杀的话 那么这种毒物很特别 寻常尸检验不出来 于是先王下令 既然不能确定的话 就到此为止 不再追查死因 太人世子最终的死因 被归结为血须绝 至于毒杀这种可能性 在所有记录中都被抹去了 离开尸检时候 先王便去见了当今王上 并立他为世子 终殿看着册子里 记载的内容 双手颤抖 他意识到 对于太人世子的真实死因 王上可能一直都是知道的 因城南大军和尹小姐 迟迟没有原房 宫里开始有小道消息流传 称城南大军先天不愈 尹小姐很着急 联盟催促终点 尽快定下原房日期 尹小姐为了多了解城南大军 向他的弟弟们打听 夫君的性格喜好 而大飞派人悄悄监视着尹小姐 看到他出入其他王子宫殿 于是大飞故意把这消息也传播出去 不久之后 宫里又起了谣言 认为尹小姐不堪寂寞 和其他王子私混 此外 大飞身边的尚公还看到 王子们常出入小浪的宫里 特意前去一探究竟 还好中殿早有防备 尚公在殿门口偷听片刻 发现他听到的婴儿啼哭 原来只是王子们捡回的流浪猫罢了 之后中殿请了位专业尚公 开始操办城南大军的原房 城南大军和尹小姐 都是理论知识丰富 但实操经验不足 专业上宫细心教导 还敦促城南大军做深蹲 盯着他喝壮凉的补药 终于来到原房当天 城南大军和尹小姐对着几杯 气氛微醺 两个人就这样度过了一夜 第二天 尹小姐在城南大军的怀里醒来 城南大军十分害羞 中殿听说两人顺利原房后 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只有尹小姐和城南大军 他们自己知道 昨晚其实什么都没发生 城南大军喝多了 便黄黄欲睡 尹小姐内心再迫切 也不能霸王硬上宫 况且他也不想在这种情况下 和城南大军度过出演 不过他还是悄悄看了 城南大军的身子 并理直气壮地说 他只是为了确认 宫中关于城南大军 是天烟的传言 是不是真的 大飞的人打听到 御医常常出入皇贵人家 大飞猜测 易圣君的身负 或许就是这位身份低贱的御医 除此之外 大飞还听说 这位御医在中殿的召唤下 已经回宫 中殿经过一番调查 已经开始怀疑御医 他托对方 根据世子身亡时的特征 去找回所有可能的毒物 这是一场无形的博弈 御医认为 中殿肯定会疑心 自己把真正的毒物藏起来 他索性就把真毒物 和其他混淆是丁的毒物 一同乘到中殿面前 御医试图以这种方式误导中殿 殊不知中殿已经预判了 御医的预判并没有上当 中殿知道真正的毒物就在其中 但尚不知具体是哪一样 此时传来消息 慧月阁中死了一名女子 她身上的种种特征 都和前世子身亡时类似 女子中毒原因 是她喝了一种有毒的水 中殿找来这种水 拔下银柴燕毒 果然没有发生毒性反应 中殿终于找到了 夺去两位世子性命的毒物 中殿立即去找尹王后 想要告知她这个消息 但在尹王后的住处 中殿见到了一个一瘸一拐的男人背影 这个背影让中殿想起了御医 中殿突然灵机一动 御医曾对自己说过 有个年迈的母亲 在惊人调查后得知 御医并没有母亲 如今这个背影让她明白了 御医的母亲正是尹王后 而御医又毒杀了自己的儿子 另一边 御医在赵大人水里下了毒物 等赵大人毒发后 她必问试剑书的下落 只要她交出试剑书 御医便会给她剪药 赵大人连忙交代了 她藏匿试剑书的地点 但御医递给她的瓶子里 装的根本不是剪药 同样也是毒药 赵大人仓皇喝下后 片刻便倒地不起 当年她用这种方式 毒害了太人世子 如今也算遭到了报应 转头御医来到医馆 寻找赵大人藏起来的试剑书 但她晚了一步 试剑书已经不见了 而中殿来到了她的身后 揭穿了御医的真实身份 御医见身份被识破 也不再隐瞒 她坦白 自己一开始 以医官的身份来到宫中 是为了查明 太人世子的真实死医 中殿立即将此事 报告给王上 王上得知后 倍感震惊 但她和中殿的立场 却有些微妙的不同 王上似乎很忌惮 那份试剑书的存在 这让中殿产生了一丝疑惑 于是她没有告诉王上 试剑书其实已经在自己手中 而是将试剑书悄悄藏了起来 中殿之所以能找到试剑书 原来她也去找过赵大人 赵大人是当年 给太人世子治疗的医官 缩使赵大人 给太人世子下毒的是大飞 中殿猜测 赵大人这些年来黯然无事 肯定是因为 她把试剑书当作把柄 用来自保 于是中殿故意在赵大人面前 挑拨她和大飞的关系 称大飞也在找这份试剑书 赵大人不由地自危起来 她肯定会去藏匿试剑书的地方 确认东西是否还在 接着中殿只要派人跟踪赵大人 就能顺利找到试剑书 王上来到狱中找土地先生 让他供出狱衣的下落 土地先生质问王上 太人世子去世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上很为难 他只说太人世子不是自己所杀 但土地先生指出 王上虽然没有动手杀人 但是他的野心害死了太人世子 他注定不能心安理得 一旦世人得知太人世子是被毒杀 王上的江山就注定不稳固 他也会被历史评判为逆贼 王上恼羞成怒 同时也产生了危机感 他立即下令捉拿御医 一旦拿到御医手中的世界书好 就立即将他斩杀 消息传到中殿耳中 中殿不希望唯一可以证明 前世子真实死因的人被杀害 他必须要在王上之前 找到御医的下落 于是中殿去找大飞 他将御医的真实身份告知大飞 御医是太人世子的弟弟 他为了查明兄长的死因 并为兄长报仇 以医官的身份潜伏在宫内这么多年 如今他已经亲手了结了 当年给太人世子下毒的赵大人 下一个目标 恐怕会是幕后真凶大飞 中殿威胁大飞 他手里有太人世子的尸检书 如果大飞能帮忙把御医抓回来 他就将这份尸检书交给大飞 不然的话他就公开试检书 此时潜逃的御医躲到了益胜军那里 益胜军不知御医的真实身份 他询问御医是否有其他家人 御医回答自己有一个年迈的母亲 他未曾成婚 喜欢的女人嫁给了别人 益胜军承诺御医 等自己登上王位后 会帮他实现一个心愿 御医借这机会提出了自己的愿望 他想要寻回以前住过的宅子 和老母亲以及儿子生活在一起 另一边尹小姐突然晕了过去 医官把脉后诊断她有喜了 城南大军陪伴在尹小姐身边 在对方睡着后 她拿起身边的册子 上面是尹小姐记录的 城南大军的性格和饮食喜好 还有她想和夫君一起做的事 次日尹小姐怀孕后 依然在宫中毫不顾忌地四处奔跑 红人们议论纷纷 一个孕妇竟然毫不注意胎儿 到处奔走 很有可能是假怀孕 大飞听到流言蜚语后 立即来找中殿求证 她带着医官前来 再次为尹小姐把脉 这次却诊断尹小姐没有怀孕 医官声称 尹小姐的脉搏非同寻常 她患有心病 所以才会误诊 大飞立即将尹小姐的父亲 兵判传诏入宫 试则她怎么能将 患有心病的女儿送入宫中 中殿替尹小姐说话 她的心病并不影响生活 好好医治便可 无需再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 但大飞认定 这会影响到王族的传宗接待 她表示会禀告王上 废处是子贫 中殿怀疑 大飞早就知道尹小姐的情况 可还是在责简时 给了她高分让她入宫 大飞掌握着这个把柄 必要时刻可以当成筹码 在如今这个节点上 大飞突然发难 中殿猜测 她是为了得到试简书 大飞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她让中殿在试简书 和尹小姐中选一个 中殿陷入了两难 不久之后 大飞真的以尹小姐 换由引击为由 向王上提出要废除她 而中殿只好将试简书 交给大飞 大飞达成了目的 其实这场闹剧 从头至尾都是大飞一手策划 一关诊断 尹小姐确实怀孕了 但大飞收买了衣冠 让她按照自己的吩咐行事 接着给她一记药方 大飞顺理成章地 利用尹小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但中殿并没有就此败下阵来 她告诉大飞 那天留下的并非只有这一份记录 夜晚尹小姐说出真相 先前她之所以小跑前进 就是为了在既定的时间 能在远处多看城南大军一眼 闻言城南大军抱住妻子安慰 只要尹小姐健康就好 他们没有孩子也无所谓 而中殿口中所言的另一份记录 便是朴大人父亲的史书 中殿交代朴大人 请他交出史书 朴大人却告知 那份史书已经不在自己手中 原来朴大人发现史书上记载着 太人世子的真实死因后 便把史书交给了王上 为了大爷 他请王上亲自销毁史书 这就意味着 关于太人世子的真相 将被永远尘封 再无人知晓 朴大人认为这是正确的选择 一旦真相被揭晓 就会引起江山动荡 到时候受苦的只有百姓 王上看着史书 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是否要销毁 他也陷入了纠结 中殿失去了世界书 也无法得到史书 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 去找御医 中殿转换思路 御医很孝顺 他肯定会去尹王后那边 中殿找到尹王后 询问御医的下落 表示自己和其他人不同 他只想通过御医 来找出前世子死亡的真相 如果御医落到其他人手里 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将御医交给他 才能保御医一命 这时大菲的人查到 御医藏匿在益胜军那里 他叫来黄大人幸灾乐祸地说道 益胜军包庇御医 看来他早就知道自己是御医的孩子 如果这一真相被公开 到时候益胜军黄贵人 还有黄大人都难逃一死 大菲以此来威胁黄大人 交出御医 不久之后 黄大人诱骗御医来到宫中 并将消息提前透露给王上 请他亲自来捉拿御医 御医入宫后不久 便被人包围 见自己无法逃脱 便故意对黄大人说自己知道太人世子弟弟的下落 等到黄大人靠近后 玉医立即将黄大人劫持 他悄悄告诉黄大人 自己就是太人世子弟弟 他一直苦苦寻找的谋反头领 说完玉医当场了结了黄大人 随后潜逃藏匿在宫中 很快中殿得到黄大人遇害的消息 他判断玉医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大菲 果然中殿猜对了 玉医来到大菲殿中 他一步步靠近将自己多年来的积怨全都倾泻而出 大菲害死了太人世子和他所有兄弟们 唯一一次他搬回一局 便是把自己的亲生孩子留在宫中 大菲宠爱的孙子易圣君其实是他的儿子 说完玉医划开帷幕 打算对帷幕后的人动手 却发现此人并不是大菲 一转身黄贵人也来到身后 宫殿此时已经被团团包围 玉医插翅难逃 黄贵人直到这时才知道玉医是太人世子的弟弟 他怀疑玉医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地接近自己 黄贵人对他一片真心 但玉医却一直在利用自己 他只是需要一个能帮自己生养孩子的人罢了 玉医没有否认 反而拿着刀子靠近黄贵人 说着刀上的鲜血来自他的父亲 闻言黄贵人吓得实声痛哭 与此同时 大菲在中殿面前烧毁事件书 并且告诉中殿此时玉医应该也已经死在自己儿子刀下了 原来不久前大菲和易胜君见了一面 大菲唆使易胜君去杀了玉医 他告诉易胜君 玉医是逆贼首领太人世子的弟弟 易胜君是受到哄骗才会误入逆贼阵营 唯有杀了玉医才能彻底掩盖易胜君参与谋反一生 被蒙在鼓里的易胜君来到玉医面前 一刀刺进她的胸膛 这一次玉医没有反抗 临死前她才告诉易胜君 我才是你的父亲 玉医在易胜君的刀下当场身亡 中殿将玉医的死讯传达给宫外的尹王后 并告诉尹王后 玉医还有个孩子尚在人间 她就是宫中的易胜君 此前中殿欠尹王后一个人情 答应日后要完成她一个心愿 如今尹王后提出了要求 她希望中殿在风波中能保全易胜君周全 玉医死后 群臣要求清算谋反团伙 就连参与其中的易胜君也不能放过 王上很不下心除去自己的孩子 易胜君是长子 是她第一个抱在怀中的孩子 大妃也劝说王上杀了易胜君 她将易胜君的身世告诉王上 但即便是在知道易胜君真实身份的情况下 王上依然下不了决定 因为她不想再让自己的王位沾上鲜血 王上陷入两难 她询问朴大人自己该如何是好 朴大人建议她封存往事 以一个贤王的形象名垂青史便足矣 城南大军知道史书在王上手中 他希望王上能揭发太人世子死亡的始末 同时还以世的前世子一个真相 但这个决定对王上来说并不容易 要揭发真相就等于否定了自己王位的正当性 而且还意味着她要亲自惩处大妃 大妃那边也没闲着她不确定王上一定会听从自己的吩咐 所以她准备动摇中殿 通过中殿说服王上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与此同时 大妃的上宫发现了小浪在宫中藏着一个私生子 大妃立即将此事告知王上 小浪当即提出要和初月成婚 中殿镇定表示初月确实出身微末 但小浪不是不能娶她 只是在王室没有这样的先例 只要王上允许打破惯例就能让两人成婚 王上决定好好思量此事 解决完大妃又提及尹小姐 她买通了衣冠 以满尹小姐还有身孕的事实 暗中给尹小姐下药 试图拿掉腹中胎儿 并且诊断尹小姐的体质 以后很难再受孕 大妃抓着这点在王上面前发难 要求废处世子妃 这时中殿却叫了衣冠过来 原来衣冠知道此药会危害胎儿 出于医者良心 她并没有给尹小姐下药 而是和中殿达成一致 在尹小姐腹中孩子彻底安全之前 先低调行事 如今尹小姐不仅保住了孩子 也没有失去生育能力 衣冠在王上面前交代了所有 大妃虽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但仍没有乖乖束手就擒 她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守护王上 以及整个江山 事后中殿安慰王上 即使真相被揭露 也不会妨碍王上示威贤王的事实 这些年来 她为江山设计所做的事情 百姓与苍天都有目共睹 中殿希望王上能纠正一切错误 还历史一个真相 王上彻夜未眠 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她告诉大妃 自己将揭发真相 当年她亲眼所见 太人世子死在大妃面前 大妃杀害的太人世子 而她的儿子也因此而死 如今她不能再让当初的错误 继续下去 王上决定让一切回归原位 即便她要亲自惩处自己的母亲 王上在朝堂上 公开太人世子的死因 往后都将以朴大人父亲 所著史书为准 群臣再三觐见 望王上三思 如此行为 恐怕会颠覆历史对她的评价 但王上并不在乎 她的功过都将交给后人来评判 另一边城南大军问土地先生 他是否从一开始 就参与了御医毒杀世子计划 徒弟先生还是那句话 他的药方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个大夫 不管医术还是权利 都应该用来救人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执着于寻找太人世子的死因 也正是因为他大夫的身份 大事已了 城南大军来到宫外 借世孙回家 他终于完成了和世孙之间的承诺 借他回宫 终殿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完成了前世子最后的心愿 还在世的人们 也终于能够好好送走前世子 让他毫无挂碍地上路安心 王上宣布将引王后复位 同时将大妃软禁在宫内 不久之后 上宫来到大妃店内 却发现他身着华服 安静的作者已然离世 他至死仍想着 没有人能惩罚自己 在王上的惩罚到来之前 他选择先走一步 得到消息后 终殿在自己宫内 安静地为大妃行了个礼 作为他对这个心狠手辣 同时又很可怜的婆婆 最后的道别 宫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尹小姐还是像以前 那幅冒冒失失的模样 但和城南大军之间 越来越亲密无间 城南大军曾无意间 发现了尹小姐的冤枉猎表 便悄悄记下了 逐一帮他实现 平凡又温馨的愿望 一起在宫里牵着手散步 一起吃饭 一起结聊 城南大军掐着时间 带尹小姐去看刘欣 两人在刘欣滑下的瞬间许愿 城南大军问尹小姐 初次园房那天为什么说 什么都没发生 尹小姐称 因为城南大军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她才撒谎 可是如今城南大军 已经全都想了起来 她在星空下将尹小姐揽入怀中 低头亲吻她 而义胜君和黄贵人 在宫外过上了朴素平凡的生活 终点偶尔会去看看他们 尹王后也回到宫内 失去儿子的她 原本已经是万念俱灰 但一想到 玉姨还有个儿子在世 她就有了力气打起精神 好好活下去 小浪向后宫妃子们打探玉儿法 她决心好好教育与出约的女儿 至于其他的后宫妃子们 他们不再苛刻教育孩子们 与儿子们相处融洽 整日充满欢声教育 一次空闲 终点带着尹小姐来到惠岳阁 告诉她这是收留 无处可去女人的地方 从今往后 尹小姐就跟着她 一起保护这些女人们 而小焕下定决心出宫 她将自己的决定告诉中殿 她不能一直躲在中殿的羽翼之下 从此往后 她将去外面闯荡 活出她真正想要的人生 小焕回忆起 母亲带着自己去宫外画像的那天 那是她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天 小焕知道 在宫外她才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 才能拥有真正快乐自由的人生 兄弟们依依不舍地送别小焕 小焕的书信偶尔会寄回宫中 她画下了自己在宫外的生活 中殿便知道她一切安好 中殿风风火火的生活仍在继续 不省心的儿孙们仍然会时常闹出些突发情况 需要她去救火 但中殿知道今非昔比 她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如今天空在下起雨 会有孩子为自己撑起雨彩 让她可以依靠 就如同她曾经为孩子们撑伞那般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 拜拜